大家好,歡迎大家今天參加這個聲別小眾與媒體呈現的公眾講座 我是今天的主持,是午夜男的總幹事,艾德健,大家可以叫我阿健 首先未必大家聽過午夜男是一個什麼團體,我先介紹一下我們 午夜男在香港是一個關注男性和跨性別性工作者的民間團體 同時我們都會關心一些不同的性別議題,包括性別小眾與媒體之間的關係 我們在2020年出版過一本性別小眾媒體報道指引 亦都因為這樣搞了今天的一個講座 在流程方面,我們今天這個講座會邀請了四位嘉賓 四位嘉賓他們會各自講10至15分鐘 然後就會有一個互動,大家互相討論補充的環節 然後最後就是觀眾的Q&A 在這個Q&A的時候,大家就再讀大家的問題 我們先熱烈歡迎我們今天的四位嘉賓 好,我們來介紹一下,由我最遠的嘉賓朋友開始介紹 她是獨立記者和大學新聞講師譚惠雲 Vivian 她大招呼 第二位是性別研究的學者,黃玉爺博士Sonia HELLO 第三位是電影叔叔的導演 她同時也是香港同志影展的籌位 楊耀凱導演 阿Ray 最後就是我身邊的便裝王后 同時她也是香港電台節目自己人的主持 Coco Pop Coco 好厲害 非常多謝大家在這個繁忙之中抽空來到我們這個講座 接下來的時間,我們會先交一交時間給阿Ray 分享她在電影創作期間的一些經驗和知識 以及如何看香港電影如何呈現 代表一些性別小眾的社群 我們就把這個時間交給阿Ray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Ray 我是叔叔的導演 首先謝謝五夜男邀請我來 其實我認識五夜男就是因為做Research 我是尋找題材做一部電影的 這樣認識五夜男的這個團體 其實我的Research通常都是跟電影有關 2015年的時候我就在美國回到香港 我就在香港那裏想拍一部港產片 因為我之前拍過兩部電影都是英文的 我其實自己本身是香港人 但是從來沒有拍過一部廣東話的電影 所以就開始找這個題材 其實都問過很多人 我就找了一本書叫做南南正傳 南南正傳是一個香港大學的教授江少奇 他是寫的 那本書就是收錄了12個訪問的 就是訪問了那些長者同志 然後就是講他們的經歷 人生經驗 有些都是結了婚 有些就出了季 我看完之後就覺得這個題材很特別 亦都是電影那裏很少講這個題材 所以我就找一下江少奇跟他說 可以介紹那些長者同志給我認識 江少奇就說其實有些已經過世了 就令到我覺得更加需要講這個故事 因為如果不是就可能會遺失了 沒有人知道了 所以就開始認識了其中幾位 肯給我interview的 又不是每個人肯給我interview的 interview了 譬如詩魅力 五回 五六個 真的覺得故事是很不同 亦都很反映到香港 那個年代 同志的人 那時候的經歷 因為那個年代他們 香港同志是不合法化的 那個年代他們其實聚集了很多 本身裏面的 guilt 以及很慚愧 對自己的同性身份 其實一直到現在 隔了這麼多年 雖然我們的社會開放了很多 但其實他們的心對自己的身份認同 仍然是維持在那個年代 所以帶著那一種心情 現在在這個生活中 其實某程度上 跟香港的同志的文化是有少少脫節的 因為他們自己 保住一個比較舊式的思想 去看自己的同性身份 同性戀身份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是有趣的 所以就開始構思這個劇本 想寫一個已經結婚的男人 其實是一個我們叫做classically 幸福家庭 在中國人社會裏面 尤其是香港人社會裏面的幸福家庭 當年已經知道自己是同性戀的人 但是為了社會的壓力結婚 結婚之後就很快離婚 然後就過著一個一半殖人一半捂人的生活 即是在家裏那裏就是一個殖人 有一個兒子 但是其實自己的social life 就很混亂的 其實很多香港的結婚的男人 那個年代 但是也是自己知道自己是基的 都是過了一個這樣的生活的 那個構思就是這樣的 這兩個人就是認識了 如果現在認識了之後 發生一個愛情故事 是會怎樣呢? 他們要負擔的什麼呢? 他們要面對社會 他們要負擔的什麼呢? 他們要開始構思這個故事出來 因為那個故事原本本身是 基於一些討論的討論 口述歷史 所以我就想 那個戲的感覺 都是有這個半紀錄的成份 所以整個故事 我就不想很戲劇化 因為我們構思這個劇本的時候 和要面對籌錢這個問題 就很難 因為首先 同志電影已經很難找到資金 我一開始就向Hong Kong Film Fund 申請的 他們就說我那個劇本 就太過零類了 不夠商業化 所以就沒有給我 我就問這個 Arts Development Board 藝術發展機 然後他們也申請 他們就說不行 因為我的project 就太商業化了 就不夠藝術了 所以兩樣東西都沒有 我就認識了關錦鵬導演 我就給他一個劇本看 阿關看完之後 他就說我很喜歡 我幫你 看能不能找到人 籌錢 他那時候在大陸 就自己本身 已經有一間製作公司 就跟那些人說 那些人看完之後 就說你不要碰這個 topic 這個 topic 在大陸是上不到的 就算你 在做了之後 可能對你自己 在大陸的形象都有影響的 所以就最好不要參與 也不會給我錢 之後阿關就說 不要緊 我在台灣都認識別人 我幫你去台灣問 在台灣問 但是他們的主要問題 就是年長同志 年輕的就無所謂 因為年長是沒有人看的 所以就沒有人肯給錢 之後 我記得介紹一個人 給我認識 那個人就說 阿關 劇本好好的 你試一下給他一點 他就說 沒有 你自己叫他眾籌 這樣 我聽說 對啊 眾籌都可以 所以 因為我其實之前 美國拍的那些都是眾籌 就開始在香港做眾籌 就邀請一些人來 做一個table read 我們的圍讀 然後聽完之後 就聽你有沒有興趣 然後就叫你來投資 這樣的方法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聽完劇本 除了長者 同志 這兩個議題 令到他們及布之外 他們覺得太淡然的故事 他們覺得 如果你要講長者 或者同志的故事 一定 起碼有一個人要死 當然 一定 一定要 兒子 或者老婆 找到要教他出街 是啊 是啊 一定 一定要 痛苦收場 總之 改一個 list 要很劇情化的 所有事情 嫌我劇本 太淡然 不夠張力 所以就搞了很久 搞了好幾年 才真真正正 叫做 找到 夠錢 但是另外一個 很難提 就是找演員 因為如果我想那兩個角色是三十幾歲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容易一些 因為我想現在社會裏面 很多演員 如果是三十幾 四十歲 都會狠接一些同色戀人的角色來做 但是因為那兩個角色是六七十歲 那個年代的演員 很多都是以前在邵市出來 或者早期TVB訓練班那些 做慣了一些大俠 做慣了一些英雄角色 警察 他們就很害怕這個同志的角色 很多時候一問的時候 其實遇到都幾多叫做恐童的經驗 其實那個是自己本身可以寫一齣戲 因為他們有些 第一句反應就是 為什麼找我 為什麼你覺得我可以做同性戀 什麼原因你覺得我要做這個角色 嗯 所以簡直是有些惡的 有些就說過不了自己的關 我是要用一個stopwatch的 看看他們 後來是 因為我是八幾個人 起碼八幾個人reject過我 是直接用stopwatch 後來看看他們是幾快say no 十秒內 是啊 九秒幾 七秒幾 嘩 可以一直拍到戲 是啊 有些會問你的問題很有趣 有些會說 都有興趣的 不過有個問題問你 他說你不是有一場吃飯的 我說是 那場吃飯我想請問你 你是打算用真機佬還是假機佬 我說什麼叫真機佬假機佬 他說不是啊 如果你用臨時演員那些我就不理會 如果你用真機佬就不要搞了 我說為什麼 我怎麼知道一起吃飯會不會有愛知的 是啊 我簡直是惡了言 即是會遇到些人不斷跟我說話 今時今日都會有人跟我說這些話題 但是就經歷了很久了 找了都成年了 找到了太保 我們看了一部電影 雍子江第一部電影 就覺得他做得很好 我就去找他 他就住在台灣的 飛到台灣找他 他就很好啊很快 他就說我會有興趣 然後他就看了劇本 但是都三個月之後才回答 我為什麼要說這麼久 這樣說 不行我要給我老婆看 我要老婆批評了我才可以做 然後找了他之後 然後再找 大的時候 我已經所有那個年紀的演員 我都找了 全香港的演員 對 所以就要找一些年輕一點的 所以找了Ben 其實那個時候五十多歲而已 他就要化老妝來做六十多歲 所以就 其實艱難了 所以就弄了很久 才弄那部電影出來 另外一樣我想說 叔叔很好運 出來的成績 或者觀眾都接受很好 我打算 可能這次之後下一部電影 會比較容易一些 但是怎麼知道 一樣那麼難 或者更難 所以到現在都是 我都弄了半年九個月 那裡的資金都是零 都還沒賺到錢 可以拍下一部電影 可不可以說一說下一部電影 其實那個題材大概是什麼 下一部電影的題材 可能那個難度 你們兩個就會很有興趣 我想說一個女同志的經驗 哦 這樣就很難 所以就難上加難 女同志是什麼 一個女同志大概都是上了年幾的 講他們的經驗 這樣就很難 因為他們很難 真的很難 我明白 謝謝你想玩這個題材 厲害 就是下集來的 這個很厲害 又不是下集的 但是也可以說有關聯的 有沒有一對女士 有啊有 說一對的 嗯 那很難 但是市面上有沒有這些學術著作 沒有 女同志的口術歷史是有的 可能之前一些女同志的組織 他都會有做過一些口術歷史 但是他主要可能都是三四十歲年多 或者二十歲至三十多歲的 那時候都很多年前做的 但是你說年長女同志的研究 是沒有人做的 嗯 真的沒有人做的 我那兩個主角是六十多歲的 哇 是不是很有難度挑戰 好厲害 很有難度挑戰 好 好 那我們就可以再續這個conversation 現在就 那我明白為何整年都是零 是啊 希望今年會不好 很難 但是很難 好 多謝Ray的分享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就交給Coco Coco就會說回她 作為一個變裝皇后Drag Queen 訪問的一些經驗 和可能對照她做自己人 這個節目的時候 訪問其他性別小組的經驗 有請Coco 嗯 大家好 我就是Coco Pop 就是一個變裝皇后 你可以這樣介紹我變裝皇后 或者是一個自己人節目的主持人 但是其實 我想我出道的時候是1997年 真的叫做同性戀 那時候是很多 我覺得自己辭要出道 其實我那時候已經二十多歲 二十頭 然後我就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初初我是做一個點心雜誌的 就是二千年之前 就是香港第一本 同志的 Lifestyle 的刊物 其實之前 也不是沒有這個同志雜誌的 但也可能是一些色情的雜誌 還有一些可能是一些同志組織出的 一些比較學術性的雜誌 那 就是點心之後 其實就有幫忙過 就是 之間 就有幫忙過做一個 香港同志演展的 那時候 阿雷也有的 那時候已經認識他了 然後也有做過夜店 所以其實我是長年到月 接觸到很多不同的LGBT的人 然後就有 再做主持 自己人 然後也有 其實變裝是二千年頭的 但是那時候都很 就是 家裡玩一下 那真的 到變裝 有人會找我做事的時候 應該到2006 或者2007年那樣 在一些夜店那裏變裝 那接著開始 就 就 做遊行的表演 也都 有 接著有拼多理 等等 那開始 就多人認識了我 那開始 我就成為一個學界的 功課的寵兒了 不好意思 我的學生也有打架過你 我自己很開心的 就是覺得 有些年輕的人來找我做訪問 或者是 我又覺得 其實 我和一些 和我老一輩的人 再教他們 什麼同性戀 叫他們接受LGBT 其實很難的 那不如我 我看到 雖然他們 有很多可能都會 問一些相關 一樣的問題 那我每一次都會答應他們的 都會 盡量 不是每一次的 都會幫他們做一個訪問 雖然我知道 他完成了一份功課 可能得去看 或者他老師看 或者是他身邊的幾個人看 那我都覺得 其實 都好的 起碼 他可以從中學到一些 因為有時候 我也覺得 他們不是 他們未必是同性戀者來的 他們只不過 我對 他又覺得 可能訪問一個 同性戀者 未必是一個 很 即 即 可能80年代 你訪問一個LGBT 或訪問一個Gate 是一個很前衛的題目 但你到現在還訪問Gate LGBT 其實又好像 出現了一些 那還有 Gender的問題 就是近這10年 都很有吸引力 其實就是 我那時候就是 變裝 因為香港 真的少變裝 沒有什麼Drag Queen 10年前 可能真的只有我 10年後 都多了幾個 所以他們都很喜歡 來找我 問關於一些 Gender的問題 以及做一些 採訪 有時候 電話 有時候會見面 Coffee Shop 有些就直接拍戲 所以就 所以我都遇過很多不同的 就是 學生 或者他們 其實到此都有的 就是可能是 之前 比較多的是 立場 蘋果 都有 都有訪問過我們 就是 變裝王后 那我自己覺得 其實有時候 他們 他們 可能想找一些 那些 訪問 其實是 可能想 慘情一些 或者是想 有一些 就是 有一些 爆炸性的 例如 我被人說出門口 或者我家人 不接受我 或者 就是 慘一點的事情 但偏偏 這些事情 都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就是 Bullying 我又沒有什麼 因為可能我 生得高大 沒有什麼人 Bullying我 我又小到大 我Bullying就差不多 那就是 就是 家人又 沒有什麼反對 對於我 就是 Gay 另外 再做 變裝 另外 又跟一個 鬼佬拍拖 那時候 我現在結婚了 也沒有什麼 心理關口 我要過 至於 Drag Queen 其實 也都 我當是一個 嗜好 去做 但可能他們 很想拍一些 很drama的事情 曾經 我記得有一條 可能都 七八年前 在BU的學生拍的 那他拍完之後 他們的 第一節 其實就是 他拍到最後 好像自己一個 拖著行李箱 離開 然後 就播一首 比較慘情的歌 那我就說 咦? 我不是這樣的 我不是 我不是想要去 去告訴別人 就是 啊 就是 洗盡完華之後 我自己一個 要回家 很慘 其實不是的 其實做Drag 或者LGBT 其實都是一個 很開心的過程 來的 就是認識到很多人 很好玩的 所以其實 有時候或者 可能 就是 學生做那個 他想拍一些東西 是想突出 可能LGBT在香港 或者社群裏面 不夠 就是未被人接受 但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 就未必是這樣的 可能 政策上面有些事情 是 未是對我們 很公平 還未 未可以結婚 未可以 抄公屋 或者 居屋都 入不了名字 結婚了 這些可能 是他們 很想聚焦的 議題 但是對於一些 可能好像我們 這些Drag Green 或者LGBT 其實我們過的生活 都是很簡單 平常 和快樂 不需要太過 就是刻意去苦情 或者去 去拍一些 就是讚人熱淚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沒有的 不過我們有時候 就覺得 他們很喜歡拍一些 就是 來到你家裡採訪 可能會拍一些 你家裡的事情 我覺得這些 他們都要去 小心處理 就是不要 亂拍 就是 別人家裡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沒有一些 不開心的經驗 不過我又見過一個 舊的訪問 其實他又訪問了一個 童子 就拍他 拍一下他的廁所 其實有一些潤膚油之類的 然後就說 嗯 童子也是很愛美的 然後就回到那裡 就是那些 可能是一些Hand Cream 或者是一些Lotion 然後就覺得 是嗎 我覺得那件事 未必真的可以表達到那個實況 那至於 其實如果你說我去訪問人 那可能我們做自己人 其實都做了一段時間 那每次找的嘉賓 其實都有 軟 有直 有 跨性別 那其實 我們本身自己是LGBT 那其實說話 就會很放的 有時看到短頭髮 這個女人還不是TB 那我就成績化了 沒事的 哈哈 可能有時會說 你作為一個TB 那就死亡了 可能我們不可以這麼 就算你自己圈內人 都好 就覺得 女生短頭髮就是TB 男生很CAM的 就是零 這樣的思想 就要 就是盡量要平氣 其實 我發現有一次 其實 我們都 口快說了一位嘉賓 那你是一位TB 那其實他很小聲 就說 其實我是non binary 那其實這些 有時我們自己都是 不停地學習中 因為可能LGBT 已經 可能對於外面的媒體 已經是一個 正在學習的階段 但是現在呢 重大一個叫non binary 出來 其實我們自己都 有時都要很小心去 處理 就是對方的稱呼 那請教non binary 如果中文怎樣說 非二元性別 但是人話很難 我們都是非二元性別的人士 所以通常是英文 所以 因為他又 不會戒定自己是男生 或者是女生 但是那個用詞 是一個很不親近的用詞 不是一個人 因為他未施行到 會有一個比較 人話的稱呼 是 非二元性別的類別 所以我們都 有時又不可以 即是他們 我想香港都是一個 成長的階段 其實他們都會明白 就算你們出錯 叫錯了 但可能這個 會越來越多人 會去用這個界別 因為據我所知 我有些朋友 她的女兒 十二歲 她說她有同學 自稱是non binary 嗯 然後她說她的同學 去到她的家 她說 我不知道怎樣去稱呼她 就是媽媽 她說她的名字都改了幾次 哦 由一個女孩子的名字 又改了男孩子的名字 又不知改了什麼名字 然後呢 就是 其他人的名字 因為其實可能 是non binary 可能有 你去外國 其實就會稱呼自己是 Date Dame 要去形容自己 但是 可能廣東話就沒有 就是她 就是她 但是可能 國際學校的 那些小孩子 都是講英文 所以她媽媽 對於這件事很苦惱 嗯 還有這個我想 會越來越多人 去界定自己 non binary 因為過去幾年 其實我都認識得越來越多 嗯 還有外國的 可能有歌手啊 或者有些人物都 都說自己non binary 都像Sam Smith 嗯 所以這個可能 對於香港的 就是可能傳媒 要做訪問的時候 就是又有遇到一個 新的名詞 她又要去適應 又要去學習 但是可能對於 就是她來講 LGBT已經很困難了 或者有時候 就是我想 比較多出錯的機會 都會在一個gender上 就是跨性別啊 或者是 就是好像我們這篇章王 有時候她們都會很小心地問 你喜歡我 稱呼你是一個男生名字啊 還是用女生寫的時候 或者是你喜歡別人怎樣叫你 其實她們都會知道這個問題 但是我想 我自己就沒有什麼所謂 對於我來講 我是 就是 性別其實 我是 我是不會太在意的 就算你寫了男生 或者寫了女生 怎樣去形容我 其實我都不會太介懷的 嗯 但是反而 可能 我想有些人會比較在意 就是跨性別 可能我已經是 以一個女性的 就是 角色去 去生活了 那希望大家都會尊重她 用回一些女性的 就是形容詞啊 或者是 她啊 她 去 在文章裡面用回 那這個就是 她們要比較多留意的 但是對於我來講 其實我沒有什麼 很在意這些 這樣的 就是議題啊 或者是令我不開心 不過我就 覺得 就是為什麼我會 就是其實 Vivian有一次問我 為什麼你不嘗試做少些訪問啊 或者是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常常訪問這些 都是你 因為我希望 就是給多些 就是 讀者啊 或者觀眾啊 或者年輕的人士 去了解到 其實 其實我自己 作為一個Drag Queen 我希望說的話 不是真的 單單代表Drag Queen 因為我們其實 某程度上 是一個僑良去 就是 去到這個LGBT社群 讓他們可以再認識多些 LGBT社群 從而再減少 就是多一點的誤解 或者歧視 嗯 好的 多謝Poco的分享 謝謝 下一位呢 我們就交給Sonia 她可能會講多些 關於女性的性別小眾 或者非信性別 立正的性別小眾 相關的媒體情緣的部分 那我們就交給Sonia Hello 我自己也有很多重身份 我自己是一個 Mess ا marmy Es u 意思是一個 是一個 anı性向的女孩子 我只同幾乎在做女仔 所以我是一個 一個 範性別的 純性別的 女孩子 那我自己 即同時也有很多重身份 一就是ää 我自己像tepean一樣 都在大學裡面去教書 我自己本身是 Robb 我自己原來教授的 就是性別研究課程 另外一方面 我也有在一個軟中 除以一個學者之外 我自己都有任何 或是用文化藝術去推動性別平等的倡議工作 所以都有幾重不同的身份 當然我自己本身 一開始我都自己經歷了一個很長的性別尋找的歷程 我都幾恢復到剛才Coco說 原來現在當越來越多一些類型出現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新的啟發 因為我自己都經歷了一個很長的歷程 其實我都很肯定我自己第一個喜歡的是女孩子 但當時只有一個LESBIAN 甚至乎在我自己讀書的時候 BISENTIAL這個LABEL 在我自己的認知裡一是比較隱形 二是屬於外國或是比較前衛的東西 當我能夠得到一個女同志的身份認同 或者得到女同志的東西去讓我自己可以認識我自己的時候 其實我應該都很難能可貴 所以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會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女同志 但始終我在異性戀教育的那個氛圍下長大 到後來我就想一下 但其實我的情慾又不單止是一個 只是針對女性同性的情慾 其實我對於其他不同性別的人 都有一個情感或者有一個慾望 究竟我怎樣去理解我自己呢 真的到了這幾年 可能這五六年 當這個凡性戀這個LABEL開始出現的時候 我對於我來說 我自己是一個新的學習 原來有一個新的LABEL 是可以讓我 女類外外的不同方面 其實都可以align到 或者更加能夠address到這件事 所以我都明白 剛才你說的那個學習的過程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自己是一個學者 或者是一個老師 我們這幾年就好像剛才Coco所說 其實都真的經歷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因為當我一開始進入去研究 香港年輕女同志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non-binary這個LABEL的 所以那時候或者到現在 或者那時候trans的議題 其實都是相當隱形的 究竟到現在我再做同一個研究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多了一些新的LABEL 或者是那時候解釋不到的東西 現在會不會有辦法解釋呢 有另一件事 我覺得可能 學者或者剛才你說到 作為圈內人 其實我們都會有盲點的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自己在這件事裡面 其實有很多時候會覺得 我們已經悉了 那到可能我這幾年 可能跌跌撞撞 有很多時候 我有朋友是non-binary 可能有些朋友是trans 有很多時候diplonat我真的搞錯 或者剛才 可能我有時候都會犯了 你這個樣子就一定是TB 那這些錯誤 其實我們都會犯了 那到我這幾年做行動者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一個很大的提醒 其實原來我們自己 有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偏見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以來的學習 可能好像剛才Rae說到 其實可能對一些年長的同志來說 他們一路學習就是他們的身份 是一個shame的身份 或者可能我們一路學習就是 對方的身份是一個shame的身份 就算我們很接受自己的prancexual 或者很接受自己的gay 其實可能說 他喜歡玩SM的 那他就有問題了 那我們自己內部 其實都會有一些 自己存在的偏見或者歧視 那些是很難糾正的 或者我們一路以來抱持著 一些對我們自己 或者別人的身份的一些想法 其實很難跨越 那結果那個很大的問題 就除了可能是社會上 其實可能他們主流媒體 或者是社會大眾 其實他都會抱持著那些觀念之外 其實我們自己內部的溝通 甚至乎近年我比較積極地 投身同志的一些行動 就是一些生命平權的一些運動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大的感覺就是 原來在社會上面 不同的一些邊緣的身份 其實在我同志圈子裡面 是沒有消除到 反而有些時候會更加加強了 好像剛才阿Ray就說 拍同志電影OK 那如果年輕的人看 如果老的話就別搞了 那這些的 或者剛才阿Ray說到第二個 就是有些什麼 比拍連長男同志更加難 就是拍連長女同志 這樣 這個是地球上最難的東西 我想到 原來在 所以當我們說LGBTQ 可能整個都是很陽光 或者很前衛 或者很正面 很正面 很正面 其實原來 一直以來 社會 即是內性在社會裡面的一些 比較邊緣化的身份 可能其實她是一個 在性別上面 其實他們一直以來 所受到的對待是不公平的 而這個不公平呢 其實進入了同志這個議題 或者進入了同志圈子裡面 其實她受到不公平對待的身份 是沒有消失的 我剛才跟Vivian 在未開麥克風的時候 都有說到 為什麼有很多時候 好像屬於女同志的空間 或者剛才Coco說到 女同志的一些 lifestyle的可物 好像其實香港沒有 甚至乎 所以說過 我們沒有女同志行書的呢 或者女同志色情的一些 產品的消費呢 好像沒有 那麼我們就在想 原因是什麼呢 一方面可能 大家有時在街上都會覺得 其實女同志在 我自己跟女孩子拍拖的時候 在街上拖手啊 或者是親吻 其實都好像沒什麼問題 但是可以想回 究竟那個是真的接受啊 好像現在說 其實那台還有一個 自己人的節目啊 或者叔叔這套戲 都可以繼續上映 那那個究竟是真正的接受 但其實是容忍呢 那對於女同志的容忍 可能一方面就是讓到 其實他們不需要 有某一些商業化的專屬空間 但是另外一方面 究竟女同志的商業空間 不能夠支撐 是因為女同志不喜歡 光顧自己的東西啊 還是其實 女同志其實可能 在社群裡面 原來 不是跟 就是怎樣說 non normatively feminine 就是沒有 不是大眾主流 可以接受的 女性化的女孩子 其實他在職場上 在我自己研究裡面 就發現了 其實他們是很難找到工的 例如原來一個TB要找工呢 其實他只是有一些 很狹窄的一些工種 甚至乎呢 因為他作為一個 一個TB 或者一個比較男性化 或者不是一個社會所接受的 一個樣貌的一個女孩子 其實他整個教育的歷程 其實已經是很艱難的 例如他可能會被老師針對 覺得他其實是一個很蠻的學生 或者是 到了出來 大家就會 原來一個女性的員工 始終都需要有一個 女性員工的模樣 甚至乎有些專業的行業 他會要求 例如你要穿高單鞋 你要化妝 如果你不是一個 主流所喜歡模樣的 一個女孩子 其實你很難找到工的 那 所以這些種種的元素 加起來 會不會其實就是 女性在職場上 所受到的一些 不公平的對待 其實讓到 其實他在一個 同志的運動裡面 其實他們的話語權都比較低呢 那 這一個就是 我幾年 有一些這樣的 一些觀察 那 說回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自己 受訪的一個經歷 那 因為我自己 也有一個學者的身份 那近幾年 可能跟Fivia一樣 或者跟Coco一樣 都經常都會 有些人會問你某些事情 或者Fivia就會來問我們一些事情 就是學者 非常好用的事情 可能是一個很大的頭盔 就可以包裝到 就是 no fault 但是有很多時候都是 無論你是作為一個權威 或者你是作為一個 受訪的對象 有很多時候 都有些既定的故事的框架 對方是會想放在你身上 或者他會想你幫他講 某一個故事 而在媒體的操作上 因為我自己也有幫媒體寫過稿 亦都有受訪 有很多時候發覺 原來 其實都真的 就算無論世界 進步到一個什麼地步 其實都會有些 好像剛才 大家就會 Cyping Array的故事 就是 沒有人死啊 沒有一些大慘情的故事發生 原來大家都要求 或者大家都還在期望 某一些drama 因為如果你的故事不夠 loud 在這個年代 其實就沒有什麼報導的價值 甚至乎我近幾年 就發覺大家 主流媒體因為me too 因為全球同志的地位 權利都比較上升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 那些事已經是norm了 應該沒有再報導的需要 但是我自己作為一個學者 或者作為一個圈內人 其實觀察到 其實都還有很多 議題的複雜性 有很多nuance 或者有很多事情 還未到達一個很理想的地步 但是媒體可能就是 因為大家之前一波方這樣報導 而報導 一直以來都可能比較平面 或者是比較 壓縮到一些很容易 筆碎的項目的時候 其實那個複雜性 沒有在 第二就是可能大家 已經被疲勞轟炸了 已經對議題 沒有再有興趣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可惜的 就是有時候會覺得 可能近一幾年我都會少了 接受訪問 原來有很多事情 雖然當然我自己 noticed 其實是有一個分別在 我自己本身做一個 叫做Women Festival 女人節的文化藝術活動 我們都做了四年 我們都很 noticed 其實四年前和四年後 其實你去跟媒體 去解釋你的想法 或者邀請她去幫你做訪問的時候 其實容易了很多 因為可能你的學生 或者我的學生 大家出來做媒體之後 其實他們真的 將她學到的東西 帶了出來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實大家對那樣東西 一方面他們多了認識 但是第二方面 就是有很多idea 其實come through不到 就是因為那樣東西 在媒體的空間裡面 解釋其實很難 但是第三 就是可能大家對那樣東西 某一些比較主流 或者某一些甚至比較保守的媒體 其實都開始用回那些詞匯的時候 你可能再有一些新的東西 去說出來 那我自己就 會notice 這個群組 好 多謝Sonia的分享 之後我們會有最後一位分享嘉賓 就是Vivian 她會說回傳媒業界 如何報導一些 性別小眾的議題 觀察和分析 以及她心目中 有什麼性別小眾友善的媒體報道 交時間沒有 Vivian Hello 各位好 都很開心可以說 那我先說一下自己的背景 我大學就在加拿大那裏讀書 有讀電影分析的一課 那個背景就是有一些關於性別的議題 電影分析都很潛衛 所以其實我自己在年輕的歲月已經深受影響 其實我聽了很久 因為我在北美洲經常去探親 買了一些雜誌 整本都是講這些 是很厲害的 他很多一些故事是寫得很好 是一些不同 什麼都有的 你剛才說的那些VTQ 什麼什麼 都齊了 所以我年輕的時候 我已經是腦子 跟很多人不同 但是很多人移民呢 我當時那班房是沒有亞洲人的 讀電影分析 因為很難的英文那些 而且是看不明白的 但是又播一些電影 看完你都不知道做什麼 但是那個衝擊性就已經令我 這是一部份 另一部份就是 剛才Ray說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家裡 是有一個很強的 傳統大男人的一個包袱 我哥哥就是嚴重精神分裂病人 所以其實加上一個 幾大男人的一個 男人要好要面 長子的孫 我是小女 就是成為一個 但是我又一個開發了的人 所以我就經常很困惑 就是一個覺得 那個性別的保守性 是令到很多suffering 很多受苦的情況出現在我家裡 類似這個背景 然後我就回香港 讀完研究院才去做主流傳媒 做過《明報》 還有做過《有線新聞》 我覺得第一個學習的功課就是 你懂性別意識 但是去到主流傳媒 你要扮臥底 就是臥底 那我要管理你的管理層 第一要先站穩 就是證明你做一般的新聞要做得好 然後慢慢 有些很深的印象 我是做過一些我今天都很驕傲的報道 例如當年陳冠希事件 全世界都一邊吃花生 一邊消費他們 那我就成功當時去批判那些八卦雜誌 如何消費別人相對正常的情慾生活 而是在新聞台上播放的 那我當時的老闆都幾 他是相信我 所以讓我做 那我就開始慢慢掌握到 其實你作為一個記者 第一件事 這個是一個mission 這個不是你對那件事有興趣 你才去列期一下 到時才補習 那就死定了 那就是其日了 第二個很學習的經驗就是 我想說一個很Key的訊息就是 讀者或者觀眾 不是來接受我們的教育 班房你可以去教育學生 但是讀者和觀眾 如果我們做記者太過想很直接教育觀眾 很容易有反效果 而你的編輯室 所有跟你不同一個頻道的人 是會拉你後腿 我記得當時去訪問一個泰國餐廳 有一個 應該是變裝的女性 變裝的女性在那裏做一個侍應 我記得當時有個攝影師 是跟我拍完之後出來說些很侮辱的說話 但這也是上班的問題 大部份人就是社會的寫照 傳媒工作者 不是所有人都同理 而是同路人 所以我們要做臥底 就是要有些技巧 好 我們看看slide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上課經常拿來說一個香港最差的報道 我很不幸 是我們的學生 有位是跨女 當時就是她自殺 在大圍那裏 這個傳媒 這個網媒 就是 她 就這樣報道 除了說 開她Facebook 當時人的Facebook 然後就說她有性別認同障礙 就說她當時人說自己是易服男 不開心 最後就寫了朋友的留言 最後就說她是女孩 有開癮號 生癮號 希望開癮號 她能夠安息 就是這個女性 她 很 很差 我記得當時她的朋友 她的同學很悲憤地來找我 其實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上網媒示威 當時我就安撫那些學生 我說其實有很多其他方法 我覺得你們可以寫一些聲明 或者是 說回你們對她的記憶 其實我剛才也是說 大部分做記者 尤其是中老年人掌握著一個編輯室的管理的人 真的沒有性別意識 我們下一個新聞也可以看看 除了性小眾 連男女這些這麼基本的東西 你想想一個突發的新聞 就是 被她發現了有個所謂的Fact事實 局部的事實 就是那個 好像是兩夫妻互斬 然後一起跳樓 那些論上反劇的這個 就說那個女人賺錢多 那個老公一倍 雖然她只是陳述一個局部的事實 還有一種很關懷 各關懷的人 說到說 但我覺得是 其實插刀一刀 就是 我是女人 我知道我賺錢多 我死定了 就是一個被懲罰的一件事 然後那些男士看了 就更加 我不會找個太太 找個伴侶 就是賺錢多 我覺得是 超差 都用來教育學生 好反映到他們 尤其是特發新聞 或者是一些 主要都是特發新聞 會 而且都跟特發新聞 當時工作者的背景有關 基本上他們開車很快 坦白說 教育水平不是太高 亦都以男性為主 所以 沒有這個 比較大學 性別教育的背景 好了 繼續 麻煩你 所以我覺得 剛才我的強調 我不太相信 要用太政治正確的東西 去直接教育觀眾 很多時候會反彈 我當時在 鏗窗雪那裏 訪問了Beatrice 她是一個跨女 大家都知道 我記得當時 後來我在Facebook 推Post 下一張 我用了一個 不是專門的 但我自己有些直覺 其實跨女 都講了很多年 再講都沒什麼 新意 我就 轉了一個包裝 因為當時 我看回剛才那張照片 很微妙 我們當日找到她自己讀那間 男校去做訪問 那間男校 是願意借那個校園給我們 是香港其中一間最出名的男校 有宗教背景 我自己是真的很驚訝的 我真心是覺得 這間學校發了一個很好的訊息 然後 我是救生 對 真的證明是 你認得那間學校 對 其實很多家長都認得 好 後來我寫了一個帖 這是我的直覺 我就是寫我一間 對救生無條件接流的名校 完全沒有講性別 這個議題 然後我就講了這個故事出來 做一個跨女的故事 但在一間男校 全部都是那些年輕人跑來跑去 就是那些精英學校 我覺得這個訊息很好 就是這個真正的才是一個教育 香港名校 本身給人的印象就是 那些怪獸家長 塞了那些子女 想著是怎樣賣樓 那些佈奏 但我覺得真正的教育就是 她以一個女性的身份 走回到這個男校 她也是被Honor做一個自己的救生 然後 反而最重要 我覺得要告訴一些 各位網民的知識 就是 這個報導出來 超多人分享 是因為當時這間男校 輸了不知什麼運動比賽 喔 和旁邊那間 那些人很生氣 我又幫他在學校說話 整堆男生就很開心 還有有一位 是政界的人物 就inbox我說 多謝你訪問我位師妹 喔 我所說的軟著錄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好好的例子 就是 那個新聞點是你包出來的 那個新意是你包出來的 這個就是記者的技巧的問題 而不是說了多少次 我當然是照說 但那個point是 你找到新的東西 但是真實的 把社會的 每一個真實的 就是一個獨特的故事 可以推出來 讀者們就覺得有新意 我覺得這個是 記者功力問題 我自己自吹自擂 好 這是一個好的例子 這個就是大叔的愛 我也覺得近來我也有研究女團 其實主流社會走得很慢 大叔的愛這個又比日本幾年 但是主流文化少少的鬆動 很爆發性 就是我們講到non-bindery 但其實只是可能全香港只有1%的人知道你說什麼 但一套大叔的愛是所有的基層人士都會 知道有兩位年輕的男士這麼親密 這裏就是我CAP了一個留言 我覺得是很正的 就是有人留言說 第一次見到兩個男生KISS 好Sweet 好正 然後下面有人說 你可以當阿牧 Anson Lo是女生 然後下面就有人糾正他 其實愛就去 無分性別 有23個人LIKE 就是糾正了那個說 當其中一個人是女生 這個比較保守的想法 嘩我看完之後馬上CAP了 這個就是講到口水乾 就是拿多少政治正確的人出來 大家都得不到 但其實原來一個大叔的愛的副產品 就已經這麼爆炸了 好 那之後我大概都說這麼多 那後面有三個影片 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save回去慢慢看 那這個就是一個sale 要鼓勵媽媽 即是大家要開放職場 讓媽媽去 去 餵人奶的一個廣告 那他做得很搞笑 就是講 假若男人是 即是媽媽生完孩子出來 就是男人餵奶 那些男人怎麼會在一起 大家鬥買最漂亮的衣服 去 對呀又幫得快 對呀 我覺得就很成功 就是大家笑完 但又真的覺得 有了一種兒風逆族的效果 下一個就是 這個我很喜歡 就是很適合姓小眾的事情 就是 因為剛才Coco說 我覺得很多時候 記者去採訪一些他們認為弱勢寫港 又是賣慘又是賣例子 很作嘔 其實我也覺得 很套下去別人那裏 是沒有真正理解到那個人 作為一個獨特的人 是怎樣 這個也是製造stereotype的問題 你應該是每一個性小眾都是不同的 正如每一個男人每一個女人 每一個就算是順性別的人 都應該是不同的 但是因為小眾 所以他要把你千人一面 這個 以及將一些他們認為小眾要展現的 他們覺得的情操 例如勵志和悲慘 就展現出來 這個是超級 是一種歧視來的 就算不是性小眾 例如說不知什麼 公屋狀元 當時狀元就是問他有沒有家人有沒有絕症 有沒有殘疾 或者是有沒有取綜援 如果沒有就失望就離開 還有一個我想說 就是很多現在的記者寫的東西 都會繼續寫 嗯 Toco drag了之後 比女人更像女人 是啊 我現在聽到就覺得 我也說 其實我從80年代到現在 已經是很outdate的去形容 是啊 我自己會覺得 我希望你不要這樣寫 但我不會覺得 即是有傷害的 但我覺得 傷害了我們 是啊 傷害了我們 你是不是傷害了我們 離間了我們 對 傷害了一些覺得自己一直不夠女性化的女性 是因為現在來說 女性已經不再是以前一個看法 即不是就是李嘉欣才美 很多不同類型都是美 都是女性 我們走得很慢 我覺得這個很好 我覺得大家真的值得看的 就是他其實就是把殘疾人士最普通的地方放大 例如他放屁 例如他臭兒子也是一坨混亂的 例如他拍拖結婚是怎樣的 即是一般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心的就是去處理所謂 你要 represent一些有少少弱勢的群組的時候 有些時候是要將他平凡跟我們公眾 例如我做過無家姐 是說他們對物獄 無家姐的物獄 即是你寫無家姐永遠寫他慘 但其實無家姐的物獄是跟我們一樣 只不過我們可能買貴一點 但他們是買燒酒都想用玻璃杯喝 即是跟我們喝可樂想用Job John一樣 即是有時是要將他拉近 有時是將那個difference放大 所以這個是那個技巧問題 而我覺得做性小重就是 那個記者覺得跟你不同 那這個是很糟的 其實應該將性小重和普通所謂 即是順性的異性戀者相同的東西放大 即是這個是很多記者都沒有思考 他對這個議題是沒有拿個心出來去了解 始終有一種到此一游的感覺 他這個就是一個拍得很好的 真是將殘疾的人的普通一面 香港有一個路向四肢 他今年的會長是一位挺女性化的 女士錯輪椅的 他曾經拍過一條影片 就是講他網上買衣服的心得 那我就很喜歡 就是殘疾人士講買衣服 不是殘疾人士講坐輪椅 他將那個共通性放大 最後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失敗的例子 就是政治很正確 就是一個美國的剃鬚 那個叫鬚跑的品牌 以前就是很負責的 然後他近年就直接把一些 鞭撻男性大男人的東西 變成一個廣告 沒有什麼處理 令到那些觀眾反彈 我覺得用這個note來的 封面都很好 就是全球都有一個對同志平權 或者我們學校很多年輕人就說 左膠 用這個字去推翻了一些政治正確的走向 我覺得記者都要小心 因為有時候記者就好心做壞事 就是泰國直接把一些很政治正確的東西 直接寫出來 就是沒有消化度 沒有將它做處理度 會引起一些讀者很大的反彈 我自己也有個經驗就是 譬如當年香港大台做的那個 盛女外作戰 就是說那些女人怎樣嫁不出 然後做完之後都被人罵得很厲害 那被人罵是很正常的 說我的女權 不是 我覺得罵是 我不是說泡惑人罵 但會影響過訊息的接收 嗯 後來譬如我訪問A&F等等 就會小心了 那些兒子 我自己一路都會嘗試 怎樣去減少阻力 就是用剛才那種方法 就是寫名校 會不會其實是 射了一些大家是潛言密化了 又不知道呢 這樣會有些側寫的方法 我覺得這個是記者都可以思考一下 你關心一個議題 會不會在自己採訪的那個 技巧上面要提升 另外一個 我認為 例如性小眾或很多接受訪問的人 最好接受媒體訓練 不是很難 我也很願意幫助不同的群組 因為我覺得 知道記者的工作是怎樣 會令到你們更容易 以及大家的訊息傳遞更加有效 好 多謝Vivian的分享 多謝四位嘉賓剛剛的分享 之後下來的環節 就是會安排 四位嘉賓可以互相就如剛才的內容 有些討論 有些補充 有些回應 現場的觀眾 都可以把你想問的問題 寫上去Zoom的聊天室 我們這個Session 大概四點鐘左右 我們就會開始觀眾的Q&A 到時候 我們就會選一些問題 在Q&A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刻 就是大家剛才 有沒有什麼東西 想回應一下 我也想先問問 你問問 Vivian 剛才有說過 她想她的呈現 最好是有些軟著陸的部分 就是將她貼近現實的 就是一些白人的人生 沒有問題 就是 Rae 拍攝叔叔的時候 其實都是選擇一個比較淡薄的角度 其實都是有一個相同的目的 其實我那時拍攝的時候 我之前也說過 就是想反映生 江少奇教授的藍藍正傳 那本書就是一個口述歷史 我記得很多時候 我剛才說過 我們做table read的時候 有些人都說 喂 劇情可不可以激一些 其實我們就跟他們解釋 其實在現實生活裡面 如果兩個grandfather 兩個祖父 談戀愛 其實已經是很激的一件事 在現實生活裡面 如果你再要搞些大龍鳳 那出來就變成電視劇 讓觀眾看起來 就更加覺得這件事不真實 就會更加覺得這件事 是跟他無關的 我們正正怎樣可以把觀眾拉近呢 就是把這個故事說到 是平淡的故事 是一個平常的故事 人家才會覺得 是正常會發生的 平常會發生 好像我們放映完了之後 很多時候 因為其實叔叔很幸運 因為那段時間沒有什麼大片出 因為疫情 我們是在60間戲院那裡放映 所以就可以去到一些 平常這一類戲 去不到的戲院 我們要做Q&A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有一些 40歲、50歲的夫婦 他們就會來看 他們就會跟我說一些 很有趣的對答 例如 我這輩子都沒看過同志電影 這一部是第一部 從來沒有想過同志是會老人 因為我以為同性戀人 永遠都很年輕 永遠都很西化 永遠都是穿時裝 做Hairdresser 沒有想過他們是會開的士 現在你出來就會想到 我上到車的時候 可能那個康奸都會是雞 可能這個也是 還有那個形象 不是一早想著這個形象 其實這件事是很好 就令到他們 那些人會看到 原來不是一個Stereotype 其實就是想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用那個方式 幫助這個訊息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對於同志圈子內部的 認知也很有衝擊 因為其實近年可能 特別可能我們覺得 外國或全球裡 其實同志的身影最能夠被看見的情況 可能是一個同志的遊行 說真的 同志的遊行 永遠都是 媒體也好 或者我們自己作為參與者的目光 可能住在一些年輕美好的身體 但是究竟其實裡面 一就是同志圈子裡面的人 各式各樣 有漢奸也有 老人也有 雙材人士也有 其實什麼人都有 但有很多時候我們就看不到他 所以我覺得電影最好的地方 就是把東西放在前面 其實他們真是一班存在的人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 跟大家 沒有什麼分別 但又有些分別的方式存在 我覺得這個也有幾好的提醒 我也想說說 有一個 是幾advanced 我相信大家都會 之前我們討論過 就是 一個真正的社群 總有不同的聲音 譬如在性小眾的圈子 每一個不同的社群 我們都知道 有不同的意見 譬如你最classic case 就是跨性別人士的時候 他要變性手術做了多少 才我們爭取說 可以拿到這個身份 連那個圈子的人 自己都吵架 吵到面紅耳赤 其實是明白的 正如在性別的圈子 自己都吵架 但是為了 尤其是一個群體 當你爭取 自己未被認識 得足夠的時候 難免又要團結 內部 向外展現一個很正面的形象 西方社會都討論很多 譬如我在加拿大的時候 你經常都是白人 年輕人 賺到錢的同事 兒子 還要是一個結婚 但真正的同事 或者性小眾的圈子 有很多不同的生活風格 也有不同的意見衝突 自己都吵架 這些都是真實的一部份 我覺得是難的 如何去 represent這些差異 或者內部矛盾 另外一個 我剛才剛才想到 我記得了 Rae剛才說 他接下來想拍攝 年長的女同志 這件事其實都很難的 因為我們看到 剛才 我記得之前我們聊天的時候 你說過三國雙惡的少年 那就是一個非常差的 同志媒體 電影裡面的呈現 這是一部舊港產片 我記得一個主角是 陳小春 王子華 和誰 劉青雲 不是陳小春 劉青雲 劉青雲 王子華 和郭文輝 這三個演員 就做男主角的 一部同志電影 描寫一個同志角式的電影 我記得你上次數了幾個很大的 很差的地方 是呀 因為他其實把當時 人對同性戀的 這件事的 整個電影裡面 其中一個部分 就是 當然是一個很CAM很CAM的 男同志 叫做狗姑娘 就是郭文輝做的 他整齊戲都好像做大戲 尖叫 蟑螂要尖叫 那一類 然後他的經歷 是找不到男朋友 從來不會見到他會有人騷擾他 即是他在Gate Club 那裏沒有人騷擾他 因為他很CAM 但是他最後 雖然沒有人騷擾他 但他又患了愛滋病 我也沒有人騷擾他 他又要患愛滋病 因為他CAM 因為他夠女性化 所以這一類就要死的 在那些電影那裏 他就要生愛滋 生完愛滋之後 就要回家和父母認錯 我是Gate 然後自殺 這個劇情 1994年 不是這麼久以前 另外劉青雲的角色 就是一個Closset 他就是不CAM 他就很符合這個扶權社會 這個形象 所以他就有很多兒子 很多男生喜歡他 但他就不跟他們談感情 只是談性 因為同性圈裏面就沒有愛情 他那個人的看法 就找不到真愛 那真愛就是誰呢 真愛就是吳善年 吳善年就在一個寫字樓 那裏認識了他 吳善年一看中他之後 就說我要追你 我知道你如果遇到一個對的女人 你就會變成直 Oh no 吳善年和她是沒有感情發展的 純粹由頭到尾都是說 我不祭 到後來他選吳善年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gender 就是純粹是女人 沒有談過情的 那個故事裏面 那王子華的角色就是 在工作那裏很不開心 可能因為他是進不了裙子 因為他是同性戀 他有個男朋友 有個男朋友就扔掉他 他的生命就很慘 所以亦是說 你是身為一個同性戀的人 你不選結婚 你除了選死之外 你就是要選一個很悲哀的生命 那這部就是三個傷害的死亡 要拍你拖著劫子走 Oh no 我都做了電影節目這麼久 其實一個地方的電影 或者他做的電影 可能反映那個地方 對於同志 或者跨性別的接受程度 所以近年 阿叔叔 或者翠絲 其實都是追得上潮流 翠絲的家庭 那件事都很刺激 不是 拍得可怕 就是另一件事 哭到一點點 所以剛才有沒有說 其實編輯室的人 都是看這些電影大的 嗯 而且我自己有教電影 我看過周星馳的大部份電影 電影都有一位長期被欺凌的角色 叫余芳 他就是一個 狗姑娘 對呀 就是嘲笑 醜女 甚至是像一個跨性別人士 多方面去欺凌他 體型又很龐大 對呀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 然後打完他 還要踢他下河 那我上課經常都會播 我近來看過 就是一個 應該是馬來西亞 當地發 但是林森如出錢拍的 嗯 就是李仁 做一個跨性別的角色 但是你以為他 可能他最後 但是整部電影都做得OK的 就是講他在跨性別拉達馬來西亞 但是他又找不到工作 又要去做這個妓女 但是他又做不到 最後他又做回貨車司機 但是過程裏面 他就認識了林森如 就覺得他是一個很朋友的兩個人 就是好像很姊妹那樣 但是不知為何 最後就要講這個跨性別 他被林森如握了錢 然後還要 他中了頭獎 握了錢 走了 然後這個跨性別 最後又是很淒涼地去生活 然後後來就看回報道 原來當地的政府 他不想 就是跨性別的角色 是有一個好結果 噢 所以在不同地方 其實又反映到他們對 LGBT族頻的看法 令到 都幾可惜 其實有一套戲是好看的 就是頭那半段 最後就是 蛤 為何整個變成這樣 其實都很奇怪 我自己都適合頭 我就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這個類似一個叫Alpha 就是李李仁 這個台灣 可以跟一些同事幫我們找一找 但我剛才為何說起這件事 就是因為我們自己都 可能有很長一段時間 我都自己認同是一個女同志 我都很關心女同志媒體的呈現 一就是 我也有很多朋友 曾經在一個同志電影節 做過一些策劃的角色 他們都會說到 其實一就是市面上 可以選擇的女同志電影 其實確實不夠男同志的電影多 第二就是 因為我的朋友 有很多都是外國讀完電影回來 或者外國做了一些 活動回來 在外國的環境回來 會發覺 為何香港的觀眾也好 無論是可以選擇的電影的數量也好 其實為何裡面有很多電影 對於女同志的情慾描寫 都很clean 就是不做愛的 或者不做愛的 或者一就是《非情結局》 二就是不做愛 三的就是被人說 非常淡薄 無論是劇情上很淡薄 或者在情慾的場面很淡薄 讓人的感覺很悶 那些朋友就說 其實他也是一個很被審查 很被審查 很自我審查的結果 我覺得好像 我回到我自己做研究的經驗 原來有很多時候 或者我自己交友的經驗 有很多時候是一個 女同志是做愛的 當然女同志做愛 女同志和其他人一樣做愛 或者不做愛 但是有很多時候 當我們去講 或者看彼此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 可能都會有一些比較 我自己裏面有一個幾不好的經歷 就是因為我自己 其實都有 跟不同性別的人 起在一起 但是當我 我記得大概十年半年前 我進入女同志圈子的時候 特別是某一班朋友 那時候他們對我 會有一個比較負面的人像 就覺得 你就不是一個 我記得那時候 他有一個 我對他覺得很新奇 但又很刺激 就說我不是go star lesbian 我不是一個金色星星的女同志 金色星星女同志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從來都沒有笑過 跟男朋友一起 我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是女同志 然後就 stick with it 可能他覺得我左右搖擺 還是我尋找的路程是過於迂迴 那時候我就會覺得 原來我不是一個不夠純的 我作為一個女同志 不夠 purely 是一個女同志 那我就後來再研究 或者跟多些不同的朋友聊的時候 發覺原來有部分 至少一部分的女同志 不是因為 我不是說他們錯 或者他們很保守 原來在我們這個社會的氛圍裡面 他學習作為一個女性的時候 就是有那個癥結的枷鎖 甚至乎到後來 他發現自己是一個女同志 就是發現自己女同志的情慾的時候 其實可能這些異性戀中心的 一些癥結的枷鎖 其實他沒有放開 原來他們還是覺得 原來作為一個女同志 或者作為一個女性 我的情慾就是要純粹的 或者我就是應該要以感情行先 雖然可能她本身私下的性生活 其實很多之多彩 叫迷失安迪 你剛才那部電影 不明白 剛才叫迷失安迪 是啊 連名字都不好 因為安迪 Andy 其實這個名字是她中文 即是她男生的名字 其實她的角色已經說 她已經是Alpha 已經是Alpha 所以我們就說她 我很迷失 我是一個男性的生命 即是男性迷失 我已經知道自己是女性 是啊 但她的戲裏 其實她很知道自己要做一位女性 也很愛會家庭 最後家庭又失敗 錢又被騙了 大家有時間就可以看一下 但是 昨節電影節 你是不是在那裡看的 嗯 好像是 好像是 但你繼續回去 原來那個精血枷鎖 都還在 雖然剛才說過認知的落差 第二就是 其實在媒體上 我真的沒有看過 有什麼很正面的 香港的電影裏 其實香港這麼多年來 可能二、三十年來 其實都斷斷續續 每年或每隔幾年都會有一套 女同志 以女同志 少的 故事為主的一個電影 但是有很多時候 近年就有一套叫做 《喜歡你是你》 我自己沒有看過 但是我大學裡面有一個很好的朋友看過 她的評論就說 又悲情了 所有的女同志的感情 永遠都是以回憶為主 沒有現在 沒有未來 永遠都是過去 而大家就是用一個揚救去解決所有事情 但是結局就是 都是試過男人回不了頭 我就說 其實都沒有 剛才你說說 如果是所謂迷失安敵 因為是有那個 宗教或者政治的一個限制 讓他不能夠有一個好的結局 但是香港要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那那個限制是什麼呢 為什麼他們還是要結婚呢 他們每個都 這個導演好像是TVB的 對 就是這樣 還有都是男導演 然後 其實電影也會有他社會的公眾 我不是說 你必然是要做教化 但是2021年的時候 我仍然都是出了一個 可能跟二、三十年前的 講回同一個故事 甚至乎裡面也有很不負責任 他講了一些很恐童 或者是很扶權中心的一些言論 而沒有follow up 我們就覺得 那也挺失望的 嗯 好 那都給我一點點問題 因為剛才有提過 Vivia有提過 就是 哪怕是社會小眾社會 都應該有些media training 嗯 但是其實當中這些部分 比如Coco去訪問一些社群的時候 他們的表現是怎樣 有什麼部分 你覺得他們應該如何被採訪 哪怕是社群就好 我就是作為一個主持人 其實我沒有特別的training 這麼多年到 我純粹都是因為 自己在社群裡面生活得太久 我認識的人都很多 所以通常我們找他們去採訪 他們都會接受我的 所以其實 Vivian剛才說的training 其實我都會有興趣知道 究竟 即是media裡面 其實需要一些 哪方面的training 或者能夠去哪裏得到 這方面的知識 我講一些很具體的例子 譬如你當電視、收音機、podcast、報紙 其實他們的要求已經不同了 這個例子 譬如我們是叫daily news 和一個20分鐘的紀錄片 鏗槍集 你的期望也不同了 譬如你有一宗突發新聞 或者有一個法庭判決了出來 我舉個例子 譬如同志在外地結婚 可以申請公屋 如果當晚或者那兩天 記者已經做得好 就可能穩定另一個案子 很類似的 登堂入室做了訪問 其實我覺得同志社群是很好的 你知道為什麼很多人的議題 你明白嗎 那就是一個新的政策出來了 譬如政府說我讓步 譬如遺產成計 如果你能夠有人 是可以close ready去接受這個訪問 你也要知道 譬如一些短的新聞 我們叫做每日新聞 大家現在看半小時半小時 重複又重複那種新聞 你說話 記者真的要裸弊的 我們簡單就是說 你可能 你期望要講30分鐘才講到自己的故事 不是的 他最終都是剪15秒15秒出來 如果你不ready這樣做 就不要接這個訪問了 但如果你能夠 可以讓他做了這個訪問 他剪兩三個byte出來 15秒15秒 而又沒有被扭曲 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叫做 能夠出到那個message 是一個很好的 類似這些 但如果我們要拍鏗槍集 你要遇到被人跟三日 就像我學生做FIP 登堂入室 又要拍攝你 即是家裡所有東西 那你聊一聊 覺得跟他很熟 你很信任他 你已經忘了做訪問 然後說了一些很私人的東西 錄音 那你最終可不可以叫他不要播出街 或者你其實沒有想清楚的 你出了街 原來你得到一些很大的壓力 找不到工作 老闆又不喜歡 嗯 那這些就是一些 我覺得media training 就是要告訴你 如果你commit了一個訪問的時候 你要怎樣去處理 自己要做一些什麼 我們叫empowerment 其實是一些media 你出來是能夠可以表達自己的故事 拿回自己的聲音 我覺得很重要 嗯 嗯 我覺得剛才你說的什麼軟著陸 那種新聞的採訪方法 我覺得我們其實現在都是做這樣的事情 就算我們自己去邀請一些嘉賓上來 電台做節目 好像Rae這樣 我們已經不會說他的同志身份 我們說的是他做的事情 他的電影 或者Sonia 我們做woman festival 我們很少再說 我找個跨性別上來 說過很多跨性別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已經聽過很多 反而我們更加有興趣 其實他實際做些什麼 或者他原來他懂得打功夫 真的 那時候我們訪問了Terry Terry就是因為他去買第三褲 被人推著他 他去用這個更衣室 這件事我們也有提到的 在那個訪問裡面 但是我們後來又發現 原來他學過這個武術 反而我覺得那部分是更加有趣的 還有那時候 剛好我不知道是否過年 我們就說 我們教大家示威術 然後就拍了一段影片 是怎樣可以幫助他們 例如打功夫那些 反而這些角度是更加有趣的 好過我經常都要針對他 怎樣被人排擠 怎樣被家人不喜歡去 誰人不喜歡去 這些角度是兩體 一方面就是記者聰明一點 就會找得到的 但另一方面 其實受訪者聰明一點 就可以自己想定 例如Rai 如果你做叔叔 我想你也做過數以十計的訪問 如果你很被動的 等那些記者來找你的角度 你也很慘 因為你的同一個問題 即是答到你自己也很悶 但你能夠如果預先想定 譬如這些媒體 那個target audience 會不會是一些基層一點的 或者他是一個中產一點的 或者他是一些 譬如財經的雜誌 會不會是不同的angle 給他們呢 大家都開心 各自有自己很獨特的故事 所以這個是受訪者自己都可以主動去 給傳媒 我就經常被人問 你是不是想到永遠都拍同志電影 其實我覺得 問到這條問題 就是你應該是 他們都沒有東西問的 所以你可能要 不過我想你個人很純品 即是主動應該想定 那些傳媒的 即我們會知道的 譬如有些傳媒 他是很中產的讀者 他會對一些 可能你美國教育的 那些背景有興趣一點 即如果那些媒體 本身是基層一點的 可能你就是講 同志駕駛的士 你真的怎樣做了一些訪問 即那個 就著他們的讀者群 或者編採 有少少傾向 是很正常的 這個不是純純一個審查的問題 總之有些雜誌 是給一些窮一些的人看 有些報紙是給一些有錢的人看 即這個社會自由市場 你能夠給到他們需要的東西 你就不會這樣被人 不斷問到你 很悶 其實這件事還未發生 我覺得你都很難回答 我覺得自己在 或者是Givian 都可以講一講 因為我自己在大學裡面 都會覺得 我自己就是教性別研究 教性別研究 當然那時候是有些 抱持著一些想法 我們有些想像進去 即那些同學 即幾年前 那些同學都沒有什麼 聖別意識 因為其實整個社會 都沒有什麼聖別意識 他們進來學習 到後來 其實那些同學 都有很多東西知道 但是在日常的一些 對答 或者日常的談話裡面 其實都會發覺 原來其實 我們表面那一陣是知道的 但其實原來 可能有一些語言的習慣 或者日常生活的用字 或者可能關心會看的 或者會分享的 那些事情 其實可能還是會有一些 即可能我自己 就是一個很嚴肅的一個角度 就覺得 那些事情很有問題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怎麼可以這樣說 或者那個人拍拖 關你什麼事 即這些事情 即可能原來 日常生活的習慣 雖然我們的面子都不知道 但日常生活的習慣 我近來 講一個娛樂新聞 大家很崩潰的 我就是說 我播那一部 《足目驚三》 《細節》播那一部 不是超級 很多政治不正確在裡面 是嗎 即是所有的 譬服 又是殺人 精神病 總之那些女人 她媽媽又死了 那些女人不要到處走 總之一定會殺死你 美女又要死 這樣 這樣 我最後就是說 她一開始是偷情的 嗯嗯 她是同一個有父之夫 我不是說 近來有位《全民造星4》的女參賽者 她是結婚 接著就離婚 就被人在網上追擊得很厲害 就是你所說的 不夠忠貞 嗯 到了2022年 其實社會沒有進步過 那班房所有的學生都 嘩 他們沒有想到 因為他們肯定是有份消費這位 女參賽者 大家知不知我講哪一部新聞 我知道 是啊 那就是 Fu TV 發給你 我發發給你 Fu TV 發給你 但這個新聞是很大 那就是 那些讀學生好像覺得 她有份看這個新聞 她也有份去批評這個女參賽者 她沒有想到其實是一種性別 對女性的壓迫 就是要終結 精結 她不是說她不夠精結 嗯 我覺得 Sonia說得很巧 就是 一些班房的用詞 嚇死你 譬如 我們之前說過 用 公司 對 去形容 一些很無聊的東西 因為我們身邊的朋友 被罵完之後 覺得極度侮辱的字眼 有些負面的字眼 是無法適合的 例如現在 可能說你 死機佬這樣就算了 可能會互相稱呼 或者你死婆婆 她Empower了 有些字是Empower到的 但有些字是不行的 就說那個trauma太深了 做不到 但是就 變成了一個 可能是一個 跟我們世代不同 或者不同生活圈子裏面的 一些日常的用語的時候 我都幾錯 我就說你知道這個字是怎樣來 你知道這個字是怎樣用的 然後他們又說 呃 但現在都不是這樣了 他們覺得這個字好像抽離了一個語境 就沒事了 這樣 他們用的時候 沒有一個conscious的 覺得這個字是 去取笑女性 濫嫁 是不是有意思 對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純粹就是亂入的意思 對 但是我們這種人 當然就覺得不好 但有時候 你經常說太多這些 例如白卡 是作為一個 對精神病人 我覺得是一個 好歧視性的 試過有個學生 就真的 上去CU Secrets 說自己有情緒病 不喜歡人用白卡 下面的人狂欺凌他 所以對這些labeling 所以這個我也覺得大鑑 就是一些labeling 如果被人覺得 你是所謂泰國政治正確 阻礙 他們覺得 你是會再次二次傷害 我這個也沒有答案 我只是覺得 細圖很險惡 大家要小心 做傳媒的工作者 更加要小心 因為我剛才說 好心做壞事 就是這件事 你去很正面地 去描繪性小眾 如果你太用力 而脫了鬼 就會令到你的受訪者 會被人攻擊 這個是一個很不理想的 另外那個就是 無論電影工作者 媒體工作者 或是我自己 有很多學生之後 都會出來做社工 有很多做社工 有些做老師 或者有些做投身傳媒 其實我發覺 原來自己在學校的環境 就想想 可能年中我能夠接觸的學生 可能都有十個八個 不是我們課程的同學生 就是愛系的同學生 但是我們想 如果是老師 或者是一些法律系的同學 或者是一些媒體工作者 或者是一些社工系的同學 究竟他們會不會有 相關的訓練去讓 其實他們有個敏感度呢 因為始終他們都是 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力 無論是接觸年輕人 或者是無論是影響一個制度 或者影響一些媒體上的一些呈現 或者是一些融資 即是審批 政府裡面審批那些錢的人 如果香港都沒有能夠有一個 聖別主流化的一個教育 其實那件事一路出來 就會不太理想 可能對於聖別語題 有興趣的記者朋友 其實他們自己都不太懂 他們不適合 他們不適合就是他們的錯 但最後就不適合 大家都這樣 可能來來去都用了很片面的角度 也不能夠帶動整個討論 我都覺得幾可惜 又是說回傳媒教育的問題 其實我都不知道 第一個謬誤就是 不用讀新聞系都可以做記者 亦都不少讀新聞系去做記者 這個就會令到 如果那個人不是讀新聞系 新聞系就算有這些相關的教育 都幫不了這件事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新聞系也有很多選修科 有很多選修科是跟性別有關的 但是那個同學選不選也是他的事 他讀了他又不入腦也是他的事 還有就是部分我也有教的 但是我亦都很坦誠 我嘗試在自己教記者的過程 譬如我每一年如果那個有同志遊行 或者PingDoc 我是拼命推些學生去採訪 所以希望你們繼續搞 搞 因為不搞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教育過程 平時我上課他又睡覺 或者其他等等 說了他不入心 但到達他真的要採訪 所以你很偉大的 你犧牲自己不斷被人採訪 對 就等他去經歷一下 這個是希望有少少可以做到疑風易作 但是你問我 我覺得有不理想的地方 的確不是做到一個很 新聞教育的很高的項目 有一件事大家都現在生活在香港都明白 新聞工作在現在是一個非常差的時間 當屋樓兼逢年夜雨的時候 平時和平年代都已經 你覺得做得不太好 但是如果大家生計 或者覺得現在那個工作環境是差的時候 我想也更加難要求 不過我之前也有說 在很多社會議題上相比之下 我覺得性別、性小重這些議題 是在現在這個狀態相對沒有那麼差 所以看法庭的判決 近年也有不少有寸進 對 相比其他議題 其他議題 我覺得是不錯的 對 或者蘇蘇蘇上映都很順利 對 我覺得社會風氣對於性小重議題 都不錯 我們知道有很多題目 例如有無家者 有殘疾人士 有精神健康 小數族裔 是否在新移民 等等等等等等 這些題目是真的會有所競爭的 之前有 你們有些人問 可不可以報館 整個性別專員 其實不是沒有的 在回歸之前 蘭華早報是有一個記者 叫專責人權新聞 不過隨著時間過渡 好像這個記者的崗位 好像沒有了 對 大家都明白 其他的報館更加 我當時就是採訪寫福 可能也算是貴一點 多數記者就是 有時也難 專員 因為譬如今天他上班 他去做這個採訪 譬如你同志遊行 誰都是派妹妹 兒子 年輕記者去 每次都有第一次洗禮 那些記者 所以你很難說有一個人 不過有時我們 對那個議題有興趣的記者 都會主動去認識 譬如五夜男 找多一些 譬如Vocal 做一些深度的報道 其實你們有沒有跟記者 有一個關係 長期合作關係 以前有某個媒體的記者 是有長期認識的 現在就暫時未有 對 即是那個記者不見了 就是暫時未有 我記者是在的 我記者是在的 但那個平台沒有了 其實這也是業界的問題 記者轉過很大 做幾年 找不到吃 他覺得可能三十幾歲 他要買樓 20個問就已經走了 對 可能轉工做公關 這個也是我們經常的行業問題 可能事實上 記者是要培育的 譬如採訪得多 午夜男 採訪得多 同志遊行 熟悉大家 這樣就不會問 你怎樣出櫃 你家人有沒有不開心 那些一千次的基本問題 要開始找到一些深度的角度 記者要成長 但現在香港的 就是一萬多元的工資 怎麼搞的 三年又走 三年又走 反而那些法庭記者 政治 國際關係的記者 大家都會覺得 他需要多些時間去培育 例如 性小眾議題 或者社會福利的議題 可能那些 大家就沒有當他們很嚴肅 都不是的 其實做得久真的差很遠 當然啦 譬如他訪問 同志遊行 和Pintalk 你做了兩三年 你都不會有 做那些腦吊大牙的角度 還有我想說 有些字 各位不要再用了 勇敢地 什麼什麼 那些 站出來 站出來 面對真正的自己 這些 用得多 真的很 嗯 即速速就不是這個角度 對啦 即使用得多 我想你都被人說了很多次 勇敢地 我一看到勇敢 驕傲地 活在 活出真愛 活在陽光底下 不過其實近年來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議題 我們都 都多了一些事情談的 即是可能是結婚 或者是一些 adoption 即是領養 或者是生秀 不過我覺得 有時都幾棘手 就是結婚那樣東西 因為我們自己 有時 你嫁了去美國 你嫁了去哪裡 但你兩個男人 即是 嫁娶這件事 就是 有情的關係 對啦 即是男一女 即是傳統來講 所以我們 又要很留意這些 用詞 即是我們 互相朋友之間 你嫁了去做少奶奶 那當然沒所謂 但你記者這樣 又不行 所以 我覺得 為何媒體訓練 就是你要 去了解和記者 聊天 究竟是一個什麼狀態 就說那個人真的不是你朋友 是 他不是你朋友 真是他不是你朋友 你不要 因為太放鬆 而變成 即是 你說了些話不能出街 即是說了些話 但很多時候 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跟他們真是朋友來 我明白 但是那個朋友 是一個 那一刻是工作 專業的關係 即是 那一刻是他在做記者的時候 所以這個 大家要 要有個界線 大家要有個合作的默契 也會的 訪問得多 或者被訪問得多 其實都會知道 有些什麼是說什麼 都不能說的 大家和事前都會 都會談好 有些什麼範圍 或者怎樣稱呼 這個都是 都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不過呢 其實回到我們五夜男的經驗 其實我們通常訪問的 都是成功作者 然後大部分都不能夠出樣 都不能夠揭露身份 但其實 譬如剛才說很多 不論是遠在路的阿浩 不論是想有個 比較貼近生活的情景 其實很多時候都可能 要求 一些受訪者 真的要公開一些 自己的生活 一些自己的生命故事 都難免會和一些個人身份有關 那在這些情況下 如何處理呢 譬如一些未準備的 一些性別小眾的受訪者 我們又想說到他的故事 但同時間 又可能他要避免一個身份的公開 所以這些更加要做media training 其實有很多其他更加 vulnerable的受訪者 例如性侵犯的受害者 或者是一些就算他家暴的男人 都很 vulnerable 對 對 其實以我們去接觸 其實那個media 那個coaching 你能夠出來見記者之前 一定要去到一個狀態 是他 不是情緒上的波動 即是如果他不能夠ready 去出來 願意說自己的故事 知道他不是出來被人揭施人的事情 而是他在幫自己 亦都在幫各個人看的話 他才可以 這是第一步 我經常都跟一些記者 或者一些NGO 說我 大哥不ready 真的不要出來 即是沒有幫到這件事 甚至當時仍然 也是第N次創傷 這個要一些過程 以及真的要跟他coach 記者會問些什麼 你會想著怎樣去答 其實你說不出名 或者是不出樣子 甚至沒有照片 一個好的記者 是會慢慢摸索到大家的共識 然後寫到新聞故事 所以 不過兩邊都要幫 記者都要厲害 以及要很sensitive 有些記者是不很sensitive的 有沒有故事 對 你們跟叔叔那樣 要求你們拍電影 是否有家人不罵你哭 又怎樣出櫃 吵架 典藏典隻 趕你出家 又怎樣被人傷害 即是有些記者本身就是想 完結那件事 我自己約訪問的過程 其實有些人我都不認識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其實要先跟他聊聊天 即是要打電話 因為其實很多學生 或者有些記者現在 都是IG發訊息 你可不可以接受訪問 問這些問題 但事前是完全沒有聊過 其實沒有認識 是呀 不認識他 我都不認識他 他又不認識我 我不知道 我自己如果要約人去 上電台做訪問 很重要 我是要跟他聊幾次電話 其實這個人是說不說的 你不是做了一個訪問 其實你這個人是很厲害的 為什麼這個人都時代 我想Sony很有感受 就是現在他們 不懂得聊天 是的 其實有些時候要幫自己找個脈絡 記者可能他 不然他就會用一個很傳統 或者他已經有故事的套路 他沒有在那個人的生命裡 剛才我說年輕人 因為習慣了用文字 所以其實那個互動 那個語氣去了解一個人 或者建立過trust的部分 他未必會用 還有那個談的過程很重要 你聽他的聲音 和你聽他說幾句 你已經知道他其實有多少 可以告訴你 你老派了 你這個老派人 或者他不能夠清晰地 表達自己的 因為有些人可能 他發生了一件事 可能他是藝良 他又被人怎樣怎樣怎樣 有很多事情發生在網上 但是當你真正已經坐在那裡 因為我要做live 他不說話的話 我就很麻煩 或者他撐了上大西洋 是的 或者他不知說他 真的有時候過句 所以事前一定 就是我的tips 給大家 你真的要和他談 一次也好 那談幾次當然更好 我聽到他能夠給你什麼 以及他能否清楚 表達到你想問的事情 他能否答到 這個很重要 是的 因為有些人就是 例如他自己人請我 我就自動幫他 你就不用問我 基本上 你說了大概 你會說什麼範疇 我就會聽到 但是我們很熟 我們知道三年來 Rae 或者我現在見到你 應該可以的 講半個小時 講滿債 但是有些真的未必可以 有些人說 是呀 那是感覺 這樣也沒有了 對 或者你就要聽他 說了一些東西 你記得你再問他 他就會自己說 是呀 所以真的 我覺得哥哥仔 都真的要 要coach 真的 還有記者問一些東西 都是 期待 記者問的東西 可能他們真的答不到 但是我覺得 他們可能會比較容易 你覺得有個難處 就是很多時候 避訪者 自己本身都不太想被訪問 對 就是要交人頭 交人頭 很多人不想的 你來收他 就是跟他回答事 不想就是要衝拳到 他明白自己在做什麼 不是純粹應酬你一件 整件事不可以 因為我以前經常做很多 很多這些殺人犯 什麼都有的 性侵犯受害者全部都有 或者是精神病 我記得是 我自己也要出賣自己 我家人也是 你不用怕 我很明白 有些時候 很多 他也不明白自己 為什麼被人推了出來 我為什麼要讓全世界知道 我這些不好的東西 尤其是傳統中國思想 傳統中國思想就是 我不是好的東西 為什麼要出來 如果他沒有宗教信 有從好好 宗教信仰的人 就會比較懸疑 就是覺得 我圈導人圈線 我這樣 你要找到他的 motivation出來 去click到 我明白 我這件事 不是為了 或者我為了一個 更高的目標去做 幫人也好 或者 我不知道 每個人的動機都不同 你找到他這個動機 他才會懸疑 不然就拉油上樹 日日幫幫你 我記得我之前 在Gate Games那裡 他們都會給我們一些媒體訓練 是啊 那個 也有一個很資深的 BBC的媒體工作者 跟我們說 其實那個也是一個機會 你可以讓某一些東西 是被人得到 被人得到出去 而傳媒也是一個 你可以利用的 甚至可以利用 或者可以借助他們 達成某一些目標的東西 如果你這樣想的時候 就會那個關係 一就是比較對等 而就是你會比較清楚 其實不只是他想你講些東西給他聽 其實你也可以有一個機會 就是你講些 他以為他自己想聽 但其實是你想講的東西給他聽 我同意 我覺得剛才 我覺得你要拿回主動權 在你上面 而不是你被人問到 你覺得好像被人揭屍 而是你有一個訊息 很完整的故事 例子 譬如我跟哥哥談談 你這個故事說 可能影響你私隱 你不想說 譬如我和你找回一些例子故事 記者很需要故事 不只是意見 不是香港好、香港不好 什麼政策好、政策不好 沒有人看 但是他需要一些經歷 一些故事 我可能和哥哥仔 談到有一些 譬如他不介意講的 可能他求學的經驗 還是他什麼的經驗 還是一些他平時工作的經驗 是他不介意講 那他有兩三隻故事在袋裡 那些記者飽就會走 他不會再咬他們 那大家都開心就走了 而不是被你問到 你都沒有東西拿出來 那他就會說你私隱 是一些你自己已經去到一個 不太好的狀態 我剛剛說的 好像都比較貼近 多些是燃燃燃燃火的層面 但譬如創作 譬如電影 一些虛構一點 一些虛構一點的部分 但那些部分上面 那些representation 譬如兩位都有做過一些影展 如果是怎樣創作的representation 相對下是好一點 是真的比較反映到現實 還是怎樣的形象 即是你說現在的電影 香港電影那些 你選電影 在影展上 你覺得哪些是 為什麼你會選學校的 其實現在就有很多不同的類型的電影 也都有 但我們其實每年都想選多些 香港或者亞洲的電影 其實相繼地 其實我其實也做了很多年 同志電影節 其實以前 整個亞洲的同志電影都很少 但現在呢 最近是韓國 日本 泰國 泰國 那些都做得很好 相對地 香港 還是很少 還仍然是 很多都是在說 例如出圍 或者那些 還是很backward的 是呀 悲情 是的 還是很多 還有長片都是很少 始終 我們講來講去 其實由1992年 我想到現在 你真正說 同志電影 我想真的沒有幾部 不是這麼多 還要包括 很多都是 講同性戀的角色 都是很supportive的 電視方面也是很少的 我想六七十個 電視劇 是有講同性戀的角色 但很有趣就是 其實很多那些都是負面的 是的 電視劇大部分都負面 都是恥笑 恥笑同性戀 或者有時候有些最有趣的題材 就是那個男 很camp的 那個女的 很booch的 但是 somehow 就match up 他們兩個 就是 那個關係 突然之間很work 有些很奇怪的 還有很喜歡 早期 現在就少了 就是那個殺人兇手 就是同性戀者 對 同性戀 或者他喜歡玩SM的 或者他逆服的 或者就是 我記得龍果雞年 就是那個女同志求我 不遂 然後就想殺了門方 Sharon Stone 也是 那套 什麼? 那套 那套 很大的問號 是的 很大的問號 因為他其實 很強的 弄出一個 Happy Ending 出來 其實那個Journey 其實從頭到尾 那個笑的那套 都是 蛤? 什麼話? 你喜歡我? 那個男主角 是很恐童的 他其實很抗拒 男性之間的 那個親密 到他其實 整件事物 就很clean 就自我測試了 其實他們兩個 沒有親密 interaction 甚至最後石咀是 世紀初吻 那我們就心想 喂 大哥不是啊 兩個成年人 你不要玩啊 原來男同志的 原來需要入屋的時候 就是這麼乾淨的 對 還有他從頭到尾 他都說我是直的 我是直的 但是這個基督喜歡我 然後就說 好吧 突然間就同了 但是其實是中間 沒有一個真正的 心路歷程的去探索 雖然是一個 comedy 我們是有很大的 expectation 他會去到很深 但是on the other hand 你都不可以完全沒有的 他是完全沒有的 然後跟著他就是純粹 就是 他做了一個clication 就是很多人一定要去找殖人 見到殖人就要去追 就要去喜歡他 就算不理你是直的 然後就要裝扮他 其實他這件事是很歪的 其實at the end of the day 他也是一個 true sector 他是一個BL 他是一個BL 日本的潛文化 所以BL的視覺 從一開始都不是一個同志的視覺 他本身是有另一個觀想的觀點 在那裏 作為一個媒體 就是BL本身 不過我自己都始終 如果你 我明白你說的問題 所以BL也不是給同志看 但是他BL產生了一個副作用 他入屋的 尤其是港版的大叔的愛 是很厲害的 我不覺得他會移風易俗 但是 所謂的同志 自己看回 不會覺得是很舒服的了 但是這個就是 對他的衝擊性 對主流文化 已經是很大了 大家都是一個 也是這個問題 剛才也是說 non-binary 到現在都對我這麼困擾 是因為我覺得 要找一個 舒服的道地的稱呼 令到這件事落地 如果本身那個語言 如果是非議員聖別 本身這件事已經有一種 alienation 但是你又不能夠要求 所有人用英文 亦都反映到 non-binary 這件事是來自一個 教育水平比較高的背景 即那個文化資本比較強的人 所以為什麼我自己 我不是為主流文化 去說話 而是 如果我們希望主流文化 能夠改變的話 真的要想想 怎樣跟他們溝通 譬如 因為我經常聽 那些不同的主流節目 真的笑LGBTQ 笑到 會對我們有傷害 你在校園那裡 你都感覺到 有些學生 又是會攻擊 你們的平權 性別平權 左膠 對啦 我覺得都幾傷 所以如果 我們都要最 sensitive 就是主流的接受度 又怎樣可以在這裏 空間做到一些事情 但如果 non-binary 我到現在都未見到 一個non-binary 的報道 我是覺得 值得 在中文傳媒 是 不明白 還是未明白 這件事 可能是大家要一起想 因為可能 Pensensual Pensensual 也是 除了覺得我們冷靠 之外 也沒有什麼其他事情 沒有什麼其他事 不要說你冷靠 已經跳了一步 其實Pensensual 泛性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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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跟他們說 那件事出去旺角 喊泛性暖 有沒有人有反應 我想有一個人舉手已經很難 外太空人話 其實是很嚴重的 回到我 我們五月南的經驗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譬如我們有一些跨性別的性工作者 但他們要賣廣告 他們要知道社群 知道他們是什麼 所以通常他們就接種人妖性工作者 因為人妖 在一個主流社會 大家覺得很刺激 很侵犯性 但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賣廣告的時候 這個字眼反而是令到客人知道他們想要什麼 然後有一段時間 有一位人妖性工作者出了一本書 我朋友也是 那本書叫做小白胡出 大家可以找我搜尋一下 那本書好看 但那時候出了新書發佈會 我幫他們發電郵給傳媒 說是人妖性工作者 出了一本書 然後有一個媒體 很特意回覆我 可以不要用人妖這個字 因為用人妖這個字 我們不能出街 哦 但是回到那個成功 本身就是人妖現身 就是他 他摁回那個字 對 所以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外面就不明白我們發生什麼事 我們當然明白 因為他摁回那個字 就好像榮哥出來說 我是死機佬的過程 那個Label 在不同的處境 是有不同的意涵 你是一個 已經充權了 去這樣聲敷自己 和你這條街去用 傳媒是很尷尬的 即是當時人妖打白鞋狗 都被人罵到飛起 或者是南亞裔說阿叉的問題 什麼時候用阿叉 或者他自己說阿叉 或者鬼佬說我自己是死鬼佬 跟你去 即是變成很困擾 我都明白 所以那個指引也是一個挺好的起點 因為有時候可能 或者Vivian就會覺得很清潔 你強行逼人用那些字眼 可能會很不適合 但指引就不能用到你那裡 如果你說人妖 但你又不讓人用人妖 沒有啊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指引都特意加回我剛才的經歷 那裡 我提到 或者如果是互相大家 即是朋友 或者大家都是跨性別 那就可以用這些字眼來稱呼 那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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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他的個案就是 我明白那個個案就是 譬如那個人自願稱呼自己 作為人妖 他瘋了 但問題是很多其他跨性別人士 看到這個字就很不舒服 那你怎樣 因為我們不只是報導那個人 我報導那個人本身是有種代表性 是呀 Generization 的 effect 就是因為 會為了社群去發聲 我們是一個面向公眾的平台 怎麼搞啊 所以 如果給我呢 我就放內文 但題字就不能下 就要找另一個角度 可能他煮食很厲害 或者他文法很好 隨便 我先回到剛才的問題 好像有一些概念 我們覺得 相對之下 叫做政治正確一點 我們用便宜性數 我有解決方法給你 這麼厲害 這些 大家也可以欺負大家 這些真是media training 收費很貴的 就是 一些 你這個case 算是複雜的 還有你有很多資料 整本書 這個時候就不要搞記者 我們叫做小為 小為就是你去 去手揭幾個信任的記者 給足夠的時間 他們看完本書 做一些深度的報道 夾一個時間 大家一起出 譬如中文傳媒 英文傳媒 電視或電台 人人都有獨家 人人都是同一天出 但他可能有半 兩個星期 或者一個星期 去消化故事 而且你人少些 你就不會令那件事很膚淺 這個也是為什麼 media training 你可以去處理媒體的手法 而編輯知道 他是一個相對獨家的報道 他會給你一些好一點的版面 你反而記者會的效益是比較差的 那段時間他也有很多陸陸續的專題報道 但這個首先在你的end可以做一個hand pick 那天 哦 調高來 再回到前一點 一些新的角色 binary non-binary也好 princessual也好 其實都不算很新的 可能未來有一些更新的 譬如我們這個指引 我們有出過 有些人回來跟我說 其實我是那個 你用一些同性戀 這個詞形容 我說不應該是對的 可能用同性浪漫傾向 是呀 浪漫的這個角色 真心 會被人罵 那些記者會不會做 不,我覺得不能搞的 你自己可以私底下用所有的詞 但正如符號是有限 高度消化度的符號也是有限 對 我覺得你私底下喜歡用什麼詞形容 你自己都可以 但如果一向面向公眾 其實你都要別人水土不復 其實這樣整個角色小眾都受害 不要弄到這麼混亂 其實現在的pancestual和non-binary都沒有消化到 其實雙性戀都沒有正確的 這麼多年 雙性戀都沒有消化到 你不要說社會大眾 是嗎? Mou再寫出來 她說什麼性別重置手術 我知道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更新的名字 就是什麼性別肯定手術 其實都是我覺得 我自己都沒有過渡 過渡了 你現在又告訴我肯定 而且很困難我 沒有跟公眾的記者不明白 其實因為在香港的情況 一定要去醫院 才經濟上你負擔得到 或者是 你一定有一個病理的處境 然後一寫就變成變性手術 然後變回了 其實我真的覺得不用那麼多 在我們做一個資訊 那些人是社群成員 他們為什麼會堅持用這些字 他們會覺得 其實以前都沒有性別重置這個字 都是慢慢地生出來的 所以他們明知道那個字比較陌生 但是他們會繼續重複 去希望它的主流化 嗯 也是的 我又覺得這樣拉褲子一件事情 看一個報道 其實是不是用詞重要 還是報道總的效果重要 而我覺得其實你吸收資訊 不只是選一兩個詞語 而是整個報道給人有一個效果 那個是更重要 一些字眼的使用 不是教科書嘛 報道 所以我自己就比較覺得看情況 譬如變性手術 其實負面的感覺 是不是這麼強 嗯 聽花社群說 都真的有點不太太懂意 原因呢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在於他們覺得自己沒有改變 哦 是啊 性別認同上面 其實我一向都是男性 但是性別正向手術嗎 肯定 肯定 性別肯定 我和我媽媽解釋都說 她不是變了女孩 她是變回女孩 對 她是變回女孩 對 變回女孩 因為他們說變和重置 都是一個改變的意思 不如這樣拉 做手術就行了 明白了 做回自我手術 對 對 因為有時我自己就真的覺得太多這些字眼是頗不舒服的 又再距離了 對 大家的餐意又大了 做手術就行了 還有我都明白 有時在記者方面 會 當然我 作為社群的成員 我當然不會覺得那是一個麻煩 因為如果你是在一個 我舒服或者 我覺得被尊重的一個 方式去談論我的時候 我會覺得感覺好些 但是 都明白那個 其實那個工作率要求 他們的工作率很高 特別是現在 整個轉了做媒體 好即時 每天要出多少條新聞 在這個環境下 那個對他的要求是高的 而 會再多了很多要求 會令到他們 例如他們覺得 暴徒性小重就很麻煩 我們還是不要搞他們 不然出來他會有人罵我 會教會有這個 尤其是如果 他們覺得自己 怕麻煩 這麼多東西 指引要跟 我覺得指引出來是好的 真的好的 而且有些字真的不可以用 例如那些易服癖 對呀 變成人 對呀 都是不可以用 我覺得這些問題 我們仍未解決 有些太多新的詞彙 是有一個 我覺得有異化 有令人覺得抗拒的問題 其實現在進步了的 誇女誇仔 我覺得他們開始 很主流 很好的 其實這個已經 已經進化了一些 同性戀也有的 我們現在叫男男或者女女 不會 同性戀 這個 這個就是男男女女 都是一個挺好的 即是改變 我覺得這個改變很好的 有改變 有的 我們都可以進入這個Q&A 我們都可以回應 有很多人在這個 對呀 現在有多少人在這個 3位 現在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都有60人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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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人在那裡 看我們 不能外出 那倒是 那倒是 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呀 我現在收到幾個問題 你先收到幾個問題 有些人 剛才都是想問回大叔的愛的事情 例如Ray的說法 他也是因為這個 譬如對於性小眾來說 大叔的愛這個呈現的形式 其實很主流 也很不貼近一個現實的情況 這個朋友也有一些困擾 譬如他真的要做一些電影 他要做媒體 作為一個異性戀者 他想呈現一些性小眾的情況 是否真的只有documentary這個形式 才是比較貼近那個人的感受 能夠真實地表達到他們的感受呢 如果是一些 譬如以符合異性戀的形象 去描述那些性小眾 那這個形式 會不會令到一些性小眾都反感呢 嗯 其實我反過來 譬如你自己是一個異性戀者 如果你拍了出來說 你異性戀的人 而是用另外一種人的方法去看你 你們說你們自己會不會喜歡呢 會不會是說到你的故事呢 其實電影某程度上 都是說某一類人他們的故事 如果那個故事說出來的時候 那個感覺 給人是沒有一個很特別的方法的 純粹是說不出他的特點 而是用你們很大腦的方法去看這個故事的話 其實看出來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嘛 所以你講那個電影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一個某程度上的深入的研究 以及可以代替他們說出 創造他們的世界 其實最重要的電影就是 你打開一個窗 是看到這個人 他的生命裡面的故事 他的經歷 而令到你們有一個同感 有一個叫做 empathy 的感覺 這樣那個電影才是成功的 但如果你沒有做到這件事的話 而令到別人感覺不到那個人的Life 是一個authentic的Life 其實這個電影講出來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我覺得 就算你是一個comedy 一個笑劇、喜劇 都不可以不做這件事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某程度上 你一定要做到一個深入的研究 才可以做到一個research 才可以拍到一個比較成功的電影 我覺得 另外一個我覺得也挺有趣的 我最近就在那裡 你剛才講到那個comedy 或者究竟有多深入 讓大家能夠代入那個角色 由他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我最近就看上年的電視劇 日本就有一套叫大豆田永久子 三個前夫 我就覺得那套電視劇 是非常好的 雖然他本身是一個男性的編劇 但他之前是寫了 《東京愛的故事》 一些很賣座的愛情劇集 但他其實是說一個 離了三次分的日本 四十多歲的女性生活 其實他也是 同樣媒體裡面說的女性的故事 可能來來去去都會說 跌入很容易跌入套路 離了婚你就不幸福 但我覺得他挺有趣 他就很正面去挑戰那些 可能裡面會有另一個角色 有個男人就跟他說 我又離了三次分 你又離了三次分 但我離了三次分是威的 你離了三次分就差了 你就不會再有人要了 他都用一個挺humorous的角度 但他又不忘去挑戰這些 但用一些很日常生活 很個人化的情節去說 我覺得這個挺有趣的 就是你真的會代入 原來他生活中真的會面對一個困難 他也不是很平面地說 我就很充權 我就很單身 我就會很教科式 就是宣揚一些好的理念 其實他裡面也會有一個掙扎 但你就好像剛才Rae說 就是好人 你真的從他的生命去看到 其實他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挺好的示範 原來有很多時候 我們主流媒體裡面 可能有很多關於女性的論述 關於中年事業 或者是私業型女性 或者是離婚的女性的論述 但是原來都可以有新意義 那個新意義可能就是 一些好的觀察 或者是人性下的處理 或者對一些生活細節 或者人物細節的 一些比較仔細的掌握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做的 雖然是一個男編劇 但其實他都蠻由那個角色的本位出發 我也蠻欣賞的 我也想說說 就是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和半學者 紀錄片就不等於那些事是真的 當然不是啦 正如Fiction 又做得好 就比真實更真實 所以這件事我想 那位觀眾都可以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第三件事 我剛才也說了 不是用來 我不是為BL說話 但是BL也都在媒體研究 或者是一些日本文化研究 就是他的充權面向是給一些婦女 就是那些女性在自己 部分因為性別身份的規限 而他有一些被壓迫的感心情 然後他透過看BL得到離奇的充權 我簡單這樣說 就是有這些相關的研究 但是他絕對不是用來 真實呈現同志 而同志覺得看完 覺得那個是真實的自己 那這個就很複雜了 所以牽涉到一些媒體的產品 他會看有不同的觀眾 有些觀眾可能他有充權的效果 但是對某些觀眾 是有一個壓迫的效果 所以不可以這麼簡單去覺得那件事 我同意的 如果對同志來說 BL是有他的壓迫性在那裡 那些什麼泰國片 有些會覺得很幫忙 很消費 對呀 對呀 我想搞清楚 就是他那個target audience 或者他本來就不是想做那件事 這個分清楚會比較重要 但是近年就越走越近 甚至乎可能 其實他裡面那個 genre 裡面有一些 讓人可以explore 一些 其實男男的一些 感情關係裡面 其實會不會多些人的成分 或者多些感情的成分 而不是很多時候 甚至乎一些主流 或者一些獨立的 關於男童子題材的電影 可能有很多時候 都會專注在那個性關係那裡 那新一代的BL 可能就會多了一些空間 所以都是看你怎樣 去deliver那件事 有些紀錄片拍得不好 比電影更差 哦 那當然是 所以不需要 我自己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 我覺得不需要神話的影片 好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想問Sonia 她想說 你可不可以再多說一些 關於 剛才說到 對於女同志的容忍 縮減了她們的商業空間 這個觀點 哦 或者可能 讓我想說 在香港可能 一直以來 大家可能會認識 或者圈內圈案的人都會認識 其實其實男同志的一些消化空間 是比較多的 那當然這一個的 歷史 就是因為男同志 即是男男的關係 特別是男男之間的性關係 其實在香港 在不是太久之前 或者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是死刑的 即是犯法的 就是死刑 或者可能 死刑實際上 沒有執行過 但至少是會被終身監禁的 到幾多年才是非刑事發 1991 1991 1991年才是非刑事發 即是1991年前 如果被人發現 你有男男性關係 其實你是會被人 坐牢犯法的 那這個當然就衍生了 其實他們是需要有一些 私密 即是受到保障的空間 去進行他們正常的社交 那這個 就在香港 這個環境裡面 演化成為一些 商業的空間 相對來說 女同志的情慾 或者是女女的一些關係 無論是感情關係 或者是親密關係 其實 一路而來 在法律上是沒有存在的 那你可以說 哪裏有打壓 哪裏有抵抗 那如果男同志的一些 商業的社交空間 商業化的社交空間 是他們的抵抗 或者是他們需要 衍生出來對抗的一些工具 那女同志從來都沒有 沒有需要這件事的 那他們 或者是近一 可能近一十多年 大家可能都會發現 其實在香港 其實就是 女性之間一些 公開的一些親密的舉動 那可能是因為 在女性本身 即是社交的一些 框架裡面 其實都能夠出現的 例如 我跟Vivian出家 拖著手 大家都不會覺得 有些什麼很噁心的情況 甚至覺得 女性之間的友情 其實可能都會牽涉一些親密 相反男性的親密 在社交空間裡面 即可能公共空間裡面 其實都會被荒大 甚至會遇到一些攻擊 那這個女性之間的親密 無論是友情 或者是一些情侶之間的親密 其實在公共空間被容忍 即不會接受 我也有很多朋友 曾經無緣無故搭電梯 比較縮子來罵 或是死機婆 說你是欺騙你的女兒 這些情況都會出現 但情況不算很嚴重 讓到對於女同志專屬的空間 需求是比較低的 第二 其實香港是否從來都沒有試過 有女同志的商業空間 當然不是 特別是在2000年代初的時候 其實銅鑼灣是香港的女同志聖地 也有我們一個朋友和前輩 Professor Denise Tang 他也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關於女同志的公共空間 他就說 其實那時候 曾經一時都會有一些咖啡 那時候樓上咖啡很成行 或者樓上的一些酒吧 在2000年代初的時候 其實銅鑼灣 特別是銅鑼灣的一個區域 其實都有很多 但是之後 就漸漸做不住了 也有很多人想過為什麼 可能有很多在同志圈裏面 那些人就會歸咎 女同志都不出來泡 他們最喜歡 就自己躲在家裡煮飯仔 這個可能就跟女性 一直以來的社交化有關 其實可能我們其實在公共空間裏面 或者其實我們那個 如果有得選擇 我們喜歡躲在家的 或者可能其實我們在一個 或者同志圈都經常都說 經常去那些派對裡面 就變成了做男同志派對的 就沒有女同志 或者女同志就不派對的 他們經常坐在那裡聊天 那會不會跟一個女性身體 其實是一個這樣的空間裏面 是她一直以來怎麼學習 展現自己的身體呢 或者原來 從小到大做一個 異性戀環格下的女生 其實我就等別人叫我出去跳舞 其實我不會自己就出去跳舞 會不會跟這些東西有關呢 那這個就是 其實女同志 一就是他們在某一些 大家覺得男女同志都會想消費的空間 其實女同志是否真的有那個需要 那第二個就是 另外一方面就是 剛才我講到 其實可能經濟條件上 其實她真的不是很能夠負擔到那一種消費的 可能或者她不 一就不需要 其實可能我去什麼咖啡都可以談心的了 那第二就是 其實可能裡面都會有一個落差 就是 其實她們都不是很能夠 可能或者有一些需要 或者無法允許自己空間的一些女同志 其實她同樣地不能夠消費那些場所的 所以都會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導致可能一些女同志專屬的空間 可能是至少在 過去的十年 十多年其實都是有一個沒落 甚至乎可能 巴巴都是只有一兩間 那近這一兩年 就開了多少少女同志專屬的空間 因為大家覺得 其實那個社群的聯繫都重要 但是就是她們近這兩年 就是因為COVID 因為社群運動 究竟她們能不能夠做下去呢 這個就是一個問號 我想近這兩年 是多了一些女同志開的 就是不定期的派對 是啊 因為我都出了20年 其實之前做書 其實可能都要接觸很多商業的機構 例如Sonna 酒吧 就是書店 其實大部分這些這樣的場所 都是 就是她們面向的客戶都是男同志比較多 那女生呢 其實是對的 只有銅鑼灣那幾間 就是只有幾間 還有尖三水一兩間 為什麼消費力這麼弱呢 他們都是說 因為歸咎於女生 很多時候認識了之後 真的會喜歡回家 或者去 就是去一些不同的場所 就是可能去三山沙步也行 其實可能她不只是喜歡喝酒 或者真的很多喝酒 但是男生就是比較喜歡 VVVVV 就是要去酒吧 不是 因為男生 譬如你幾個好攝錄的男生 或者說笑的時候 你說那條仔正 那些 你去機巴那裡 你是會被人打的 嗯 是有這個threat的 就是你去一個直的巴那裡 給機的男生 但是如果你在機的巴那裡 你就很安全 有一個很安全的環境 我不知道女生 她們會不會四圍 就是很open 這樣說哪條女靈 都可以 但是會不會 那如果她們在一個直派那裡 會不會被人打呢 不是 我們會被人騷擾居多 對 我們現在出現了一個洪海 我覺得我們都不必 我反而很明白 其實女性真的 尤其是在公共空間 你想想 無家者 連女性的無家者 在街上睡都很 連睡街也 人數是少很多 而且她們是很危險的 嗯 那裡有另一種危險 我又明白你的case 就是她們會被一些直直的巴 會被人欺凌 所以她們要有一個save space 嗯 但是女性是 她當她在一些異性的空間 自己做女同志 都是怎樣說 她不會被人覺得threat 她會被人騷擾 是的 但是既然有一個被人騷擾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那些商業空間 那麼不流行 我不知道 我自己 不過我自己試過去過 我都覺得那個感覺就是 可能 其實大家 我覺得會這樣說 我會覺得 大家都會覺得 男女同志其實可能 都是鐵板一塊 大家是平面的 但其實可能女同志自己本身 之間都會有很多的差異 例如 我有聽過一個幾極端的例子 就是說 其實香港都有很多 很high profile的一些 就是年長的女同志 其實他們也是社會 地位很高的人士 這樣 我有個朋友 我有個長輩跟我說 就說 那些女同志是不需要 女同志專屬空間的 因為他們有足夠的錢 讓到所有空間 都變成他們的專屬空間 那麼我覺得 是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例如說 可能我都 出來做的大概 可能十年八載 都三十多歲 那個收入都是比較 算是中高層的一個收入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不需要 女同志的專屬空間 嗯 也都很難包容我的成取學 可能對於 我這個階層 或者對於 我這個階級的女同志 或者是一些 聖取學 沒有那麼conventional的人 其實我不需要那些空間 其實變成了 亦都是 即是說 那個 toleration 高了 但是那個聲音又小了 即是那個 要整一堆人 大家聚在一起 告訴別人 你是在的 可能我去到 我會留意到 尖沙咀某一些 可能他比較年輕 或者其實他可能 都是一些 我不會說他中低收入 但其實可能他會比較 一些草根 比較 可能我們做的工 很exclusive 即是我們生活空間裡面 是沒有遇到這些障礙 但他們可能 他們的生活空間 或者他們平時 工作 社交的空間 其實有那種障礙 對他們來說 那個消費就有意思了 嗯 還有很多女性 尤其是TBD那些 他們的確 在那個 工作那裡 他們想 做得好些 是比較難的 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那個社會 工作上面 可以期待 你女生一定要 補充這個女生的形象 即是你要長頭髮 你要塗唇膏 你要有指甲 那些 如果你經常都是 一個很男性打扮 很多時候 還未升職的機會 都會有影響 對 或者可能有很多 你就會看到他們做服務業 做餐飲 這個都很常見 可能我有一些 四十多歲 可能他十幾歲出來工作 可能我做了幾年 我做過研究的時候 可能現在是十幾二十歲 的一些女同志 可能他很男性化的 很中性 或者很男性化的外表 其實他們在工作上 都會遇到一定的困難 這個都是一個事實 所以裡面可能 我不知道 男同志圈子是怎樣 但女同志裡面 那個階級 和你那個性別的表達 其實能不能夠很符合主流 其實都幾乎影響你之後 可以afford 或者你需要什麼 《造星4》那個 TB的參賽者 被人欺凌得很厲害 真的嗎 是啊 那是男性化 或者他們說是一個TB 是否真的需要一個 有些人質疑 是否需要這麼大愛 有些很明顯的 都欺凌得很厲害 在《造星4》的過程 第一位出局那位 所以我覺得 雖然你拘捕得很遠 我自己本身就是看 之前出了男團 然後現在出了女團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我自己都有一點點 ambivalent 我就沒有這麼看好 例如他們會不會 像MIRROR那樣 會這麼說謂接受呢 我覺得大家對於 女藝人和男藝人的接受 始終都是完全不同的一個 度赤 例如MIRROR裡面 有些成員都被人給了八卦雜誌 他以前就跟誰拍拖 但如果你是女孩子 我覺得大家的尺度 或者大家能夠接受的事情 可能會比較差得很遠 所以我也祝他們好運 好 好 下一個問題 這次是問MIRROR 他就說 你表達過 一個群體 未被承認的時候 很容易傾向 呈現一些正面的形象 但可能在真正 回到現實性小眾的社群的時候 又有很多不同的LIFESTYLE 而LIFESTYLE 有部份是面對著WOMAN化 明白 怎樣可以在報道中 儘量 又要展現到真實 又要避免到污名化的現象 這個問題很高級 很高級 我先走一走 你繼續回答 其實回答不了 所以變成真心 我覺得承認自己做不到 承認無知 承認無能 都是一個進步 我覺得 各記者和各受訪者 都要努力 其實 第一要找到一個 如果你想呈現一個比較真實 但又 不要跌入那種被WOMAN化 我想大家都明白 大家所說的 變成性小眾的部分 那部份的確是難的 因為連 我相信是 那部份是非常難的 變成 記者和各受訪者 大家有沒有信任 大家的平台 你發布的平台 那些編輯 其實是否準備好 你去接受 你的Target Audience 其實能不能接受到 一些複雜的描述 等等 這些都是 我覺得那位記者 或者記錄者 要考慮的 我自己覺得有些事情可以繼續發生 不一定要去代表 好過你強行代表 但其實去到一個被誤解的狀態 這些都是一些負責任的記錄者 要思考的事情 首先那個記者先了解 那個記者自己都未了解 就不能無從記錄 你了解了是不是馬上要記錄 還是你是一個適當的時機 有時候我覺得 時機是有很多人錯過 很多記錄者錯過 有些事情是很有意義 有重要 但是那個社會時機處境 是不適合去呈現 我寧願留一個正確的時機 那個時機正確的 真的可以的 很有趣 這個問題 之前跟Ray聊的時候 都有提過一下 他覺得電影叔叔 裡面有一些桑拿的情緒 其實他不太喜歡 那些人訪問的時候 就太過放大了桑拿的部分 嗯嗯 看看他們怎樣放大 如果他們通常 有些是很獵奇的方式 在哪裡啊 你有沒有去過啊 去到是不是這樣的 有些人做些什麼 其實這也是一個感覺 有很多時候 如果去訪問 有些去 不是說很八卦的心態 去訪問 那我其實不理會跟他們說 因為我其實拍攝 我都預料了 別人會跟我說這個 我亦都不理會告訴他們 其實為什麼 Sonna要在香港 要存在呢 還有她的需要 是什麼呢 還有那些人去的人 是什麼心態呢 他們尋求什麼呢 其實這些我是不理會說的 但是如果我喜歡他們 就因為我很八卦 或者純粹是想知道 之後呢 是有一種 可能恥笑 或者有色眼鏡的方法去看 那是有時候 有些人會訪問 是會這樣的 但是 我尤其是說 是小的 那是小百分之的 通常的人 訪問我呢 可能都是 因為跟電影有關 或者都是電影公司 organize 的訪問 他們通常都是比較尊重的 但是就是 狗不狗呢 都會有一些 是用一個八卦的心態 尤其是他們問的時候 開頭問 就劇情啊 諸如此類啊 就是大陸的問題 但是問一下的時候 到沒有什麼好問的時候 他們就八卦問 他們自己想知道 這些問題的時候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嗯 我覺得這個電影 其實令到人更加 清楚知道 原來香港有桑拿的地方 那我自己看 其實比較 都是一個正面的反應 因為其實他都說了 其實那個空間 都是他們自己專屬啊 或者是 就是他們找到一個 溫暖的空間 反而不是純粹說 我真是尋求一個性 這個是其他一個目的 我都覺得 但是他的電影 好像 就是有些事情 我自己都說不出口 就是我很難跟朋友解釋 我以前都在這個地方 或者做些什麼 很難解釋 但是電影其實就可以 解釋了一點點 因為其實同志桑拿 就算在同志電影圈裡面 都是污名的 那些人都是這樣覺得的 譬如你是好地地 認識到一個男朋友 你就不用去桑拿 或者你去桑拿 你淫展 或者你經常去桑拿 那些人是出門 對呀 淫堂 或者你是沒有愛情 你沒有愛情 沒有人要你 你就要去桑拿 或者是失戀 永遠都是這些 很負面的 其實桑拿 很多時候 就算是在外國的電影 那個 代表也是這樣 很多時候 在電影 當然又要有殺人兇手 找到 或者如果不是的話 也都是在桑拿的時候 都是fine sex 都是一個找到性 一個cruising 拍攝的手法 都是用一個 都是獵奇 或者一個很會拍恐怖片 的風格去拍攝 所以其實我特別 先拍桑拿的時候 我是特地想去 某部分 是一個很community的感覺 是一個將來 令到不是一個很獵奇的感覺 以及一個是舒服一個 因為其實香港的桑拿 是有這個功能 我覺得 煲湯 吃飯 是真的 我們知道 上了年紀 Single的人 你在哪裡可以 做回自己 就是社區中心 對 你不可以在茶餐廳 那裡 四個男人坐在那裡 圍著毛巾 在那裡 聊天 講男人經 但那裡就可以了 但譬如 我們看到 Suna 可能比較少人 人形式 相對之下 在殖人的世界 但可能很多 殖男人有些經歷 就是在公廁裡面 覺得不愉快 又會覺得 很多男同志在公廁裡找食 搞到他不敢去廁所 那些可能會比較貼近 那些男性 日常生活的 一些人 或者我聽得最多 就是 因為我有做健身 健身中心 有些職的男士 會用一些職 他們覺得 因為健身中心 是經常 男同志都會出入的地方 他們會覺得 有些蠻敵意的態度 我也聽過 但譬如 你拍到那一段 你有沒有考慮過 有些篩選 或者取捨 有啊 其實這就是 唯獨很多人都攻擊的 一個部分 尤其是圈裡面的人 其實多於圈外的人 就是說 為什麼你要展示給別人看 說現在 今時今日 還要有人在公廁裡 旅行呢 因為這件事已經很少人做了 為什麼你還要展示給別人看呢 其實這也是很常識的 但其實我拍戲 最主要的東西 好像我剛才說 都是用一個實在 實在的感覺 而我是真真正正正去訪問的時候 那些長者同志 他們會有這樣做 為什麼他們有這樣做呢 我們就去研究 譬如 尤其是結婚的長者 你是根本沒有地方去認識人 尤其是 他們未必 那個身份認同到 他自己是會去過機梳拿 因為你踏入機梳拿的時候 你已經是認同了 你自己是平身是機 而且你被人看到你進入機梳拿 肯定知道你是機 難道你進去打掃嗎 是啊 就是這樣 但你去公廁就不是了 很多時候是一個很快 可以吃快餐的方法 進去可以很快吃人 他有時候未必是去性 有時候純粹是去看看 只不過是 那一天之中 他要扮演一個殖人的身份 他進了公廁那十五分鐘 他可以真的做回自己 是一個心靈上面的 舒服的東西 在這十五分鐘裡面 好像放假一樣 我不用做一個殖人 我在十五分鐘裡 摸一下看看 都是做回自己 走出來 其實對他來說 這不一定是Cruising 所以我覺得在電影中 一定要呈現出來 因為這個 尤其是阿帕在那裏做 其實你在電影中 阿凱是沒有入公廁的 因為他已經認同了自己的身份 他在公園那裏坐在那裏 是阿帕那個character 因為他是結了婚 他是當自己是殖人 他沒有真正認識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去公廁找人 純粹是摸給他自己 也可能是為性 但摸是為他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個 是一定要呈現出來 講這個長者同志的故事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不可以弄走他 有一點我覺得 都提醒那些記者 記錄者 有一個很重要的面向 就是如果你譬如想 當男性的性工作者 訪問一個人 或者是 訪問一個年紀大的男同志 你一定要做充足的研究 研究的意思是什麼呢 你要了解那個圈子 有什麼不同的意見 大家的意見一定有不同的 就像剛才你說的 有些人覺得說的 但是你要聽完不同的聲音 再去找你訪問那個人 那你就會知道 哪些位是會有爭議性的 哪些位是整體來說的圈子 都已經有共識 所以我記得有些學生 我覺得出過試 就是訪問一些 譬如援交的女生 或者是高教育水平的性工作者 或者是大學畢業的 或者是他援交 可能是他有其他工種去選 但是他繼續做援交 那說到那件事是很自由 自由選擇 那是很大件事 因為大部分人從事性工作 他可能是因為自己的經濟壓力 他已經沒有選擇 他不是一個選擇 但他選了可能最有高教育水平 或者最有文化資本的人去訪問 你就不做正確去整個圈子 其實你又壓迫了其他人 但是那個受訪者沒錯 他在說自己的處境 就是我覺得我做新聞教育 這些位置就是初學的記者最容易出事 就是沒有了解那個圈子 就選了 譬如你如果訪問女同志或者男同志 他又有錢 家人又在外國很支持自己的子女 其實他的壓迫的情況 和你一個老人家 結了婚 他爸爸又要長子的孫的價值觀 就很不同 一定要很了解那個議題的不同的背景的人 你才定位到你的受訪者 在這件事上是怎樣的 譬如你找些哥哥出來訪問 其實你那兩三個人在整個圈子 那個代表性是怎樣的呢 我覺得代表性這個問題 都挺突要的 我覺得 因為我曾經在我們的 workshop 也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有兩個trans 接受訪問 就出來了 雖然最後那個訪問出來 就不是那些trans的原意 但訪問出來就變成 究竟魏良和trans 有什麼不同呢 有什麼特徵呢 就分類 譬如說trans 可能會比較低調一點 魏良會比較高調一點 很平面的分類 可能他會提到一些部分 很喜歡做表 例如他會提到一些主要的 就是一個trans 其實是有past還是past 可能在一個步驟裡面 有trans的口中 就是你要有足夠的女性化 就是以跨類來的 就是出事 就是出事 而Mish呢 可能對於某一部分的trans 這個past 不past 也對他很重要 可能也有某種代表性 對 就是 就會出現這個情況 作為記者 我聽完這個概念 我便呈現 可能裡面有某個代表性的trans 有些想法 就是 其實trans是有分past 對於那些不past的trans 就出現了壓迫 但那個記者有責任 或者你作為一個NGO的人 你要有責任 大家定位給別人知道 找回一些其他聲音 去平衡報道 那這個經常都出事 還有畫出表 千萬不要畫表 陰學 畫劍 圖 不 我覺得Jerry 如果他真是一個民意調查 你可能真的可以整圖 但我見過很多出事的 就是畫表去將性小眾分類 這些是必然出事 因為整個性小眾 我們就是在爭取 spectrum 是程度的問題 不是將人分類 那你一將人分類 又是出事 那你這個魏娘和trans 真的出事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魏娘 這個場景又是一個怎樣的定位 可能之後再拖一拖 開另一個拖 我上知有些人說 魏娘和drag queen有什麼分別 是啊 我只可以代表我是drag queen 你才能夠代表你 對 或者是我是一個香港的drag queen 是說這件事 因為魏娘我始終 真的不知道 我也沒有認識一個自稱魏娘的朋友 那我也有 不過是 不辣地上 你們連你們都答不到 你怎麼都可以 期貿記者答得到 是的 好 我先去問一下一個問題 好 他問一下 有沒有一些媒體好心做壞事的例子 可以分享 剛才說了畫表 我也是其中一個 我心目中也是其中一個 是啊 他是訪問完不同的性小眾 教人分類 這些畫了表 我會不會覺得出事 你們有很多經驗 好心做壞事 嗯 嗯 嗯 被人拍了很醜樣的照片 是不是 不認識 或者Rain 有沒有試過被人訪問完 其實一個我想問的問題 就是 這部電影是喜歡女是你 算不算是好心做壞事 你覺得他拍了一個 其實很少香港人的女童子電影 他又拍了一部 我懷疑那個作者或導演 我覺得是一個美化 或者是一個美化 或者是一個美化的 美化的愛情故事 但我知道出來的時候 就在女童子圈那裡是很反感 嗯 那這個算不算是一個例子 還是你覺得 我其實不認識那個導演 我也不認識那個導演 我想可能喜歡你視你 或者是翠絲 可能翠絲我會覺得那個獎 也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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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說好心做壞事 但是就 good intention good intention 但是那個execution 那個execution 那個execution 的問題 而令到出了一件事 不是真的可能 好像他本身 有那麼 well intended 這樣的效果 那喜般地視你 我覺得他就 我不會說那個人好心 或者是心底不好 就是 可能對於某一些題材 無論是近年都有幾套 關於毛家姐的電影 或者可能近年 不是近年 關於女童子的電影 可能大家都 好像剛才阿瑞所說 你沒有那個人的本位 的思考 究竟對於一個 年長男同事 其實去公司 Cruising 其實是什麽事 你真是要ground 那件事 如果這件事 是可能很 當然一套電影 或者一個報道出來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都知道 不只是一個記者的intention 或者不是一個導演 或者是一個編劇的intention 有很多東西拉斜 可能某些時候 那個拉斜失敗了 例如 有 good intention 那個人 其實壓力是很小的 結果可能跌入了一些很足套的故事的框架 然後我又忘了那裏說什麼 還有 我不知道 我自己就覺得 剛才你說的keyword execution 那個問題 我自己作為一個記者 去到一個成熟的程度 你要有辦法搞定 你的編輯室的政治角力 你不要最後出來說 唉唷不關我事的 編輯 這些是不負責任 就是 所有的戲好和壞 不是所有導演可以控制到 但你導演都要硬吃的 對 這個是問責的問題 但我覺得這些記者 就是你不要去訪問完別人出來 然後你控制不到那樣東西出來的quality 即是我們是連條題都會開片的 即是如果你可以 所以 所以這是一個專業 就是你要想辦法 將你的意見 送出來 出到街 中間 你的good intention 如果無法行動 無論是你技巧的問題 你沒有壓力的問題 這些全部都是你的責任 我覺得 對記者的要求要高一點 補充一點點 就是那個好心做壞事 就是剛剛Vivian說 將一些很政治正確的觀點 丟出來 但就有受眾的反彈 噢噢 就是CAPA Marvel 新的那套高搜尋 有有有有有大量 例如剛才我說的 其中一個Youtube 都是那個Gelette 那些廣告商 是要將那個男性的品牌 簡直是metoo 即是你買個梳跑 男人要反思自己 不是太過大男人 我覺得不是好心做壞事 我覺得應該是能力有不遞 即是自己沒有這個能力 然後是太過教化 還有沒有了解那個受眾的接受程度 對 而且教化 即是沒有清楚 其實社會氣氛 不是接受到你 直接去直斥其非 即是你買個廣告 別人買個鬍袍 要給你教訓 整件事都傻的 對不對 所以剛才我其中一個Keyword 就是你要記清楚 受眾或讀者 不是來給你教育 你是要令他不知不覺 看了一些東西 然後受到分圖 即是好像我說什麼名校那個 我覺得他說那個是他師妹 我真的很感動 我沒有想過一個都幾 所謂保守的政治人物 會真的覺得那個是他師妹 這件事我覺得很爆炸性 但從那個傳播效果我已經成功了 但我中間的過程我不是直接 我一個字都沒有說整件事是充權 什麼跨性別 什麼爭取什麼做自己 勇敢的出櫃 我沒有 總之你中間的過程 我只是看結果 你能夠令人覺得 嘩這間學校是好的 因為他接受一個學生 以女人的身份回到一間男校 那大家讚 大家沒有吵架學校 那已經搞定了 我覺得真的有油的 因為某一些專門媒體報道 我就舉不出例子 但可能近這兩三年 特別是MeToo事件 在Hollywood大爆發之後 其實Hollywood或國際電影工業 其實都很著意 去拍多一些正面的女性題材 起用一些女性創作人員 或者一些很強的女性角色的故事 去拍出來 但結果那個反響就真的頗為負面 其實又真的幾難頂 我有時覺得都 我又覺得還好 其實那些戲本身是OK 但我覺得 有時美國就是很機械化的 主角可能是白人 但他最友善的朋友 一定是黑人和同志 然後那個人就死了 或者沒死了 現在沒死了 或者開心的 總之他是永遠太過機械化 將政治正確去 像你所說的 你自己的圈子 都不會句句說話 是用適合的條件 我覺得又 我就覺得 實行也不好 很平面 很差 我覺得現在好像很多 即使是Netflix 很多角色 無緣無故都會加入很多 一定有些LGBT的角色 對 但是 你可以說他代入了這個生活化 也可以 但有時又覺得 為何這麼有趣 他的女兒突然有寬性別 第二是Season 1也是一個TB 而Season 2就變成一個角色 好像Token 他又沒有解釋 所以又 電視劇那些是因為是trend 譬如我現在也有人接觸我寫電視劇 我寫一個同性戀的故事 回來的Nooks就是 現在流行什麼什麼 你再加多幾道 炒多幾道東西 Nooks就是這樣 因為電視很多都是說trend 或者不要跟著trend去做 我覺得你找到一個你喜歡的題材 而有同關性別 或者LGBT有關的 然後真的去做 不是說什麼都會加些LGBT進去 或者會這樣說 好,我不用一個得著人的說法 我用一個不得著人的說法 因為我剛才想說一個得著人的說法 就不好了 得著受到人 但是我就會說 其實你的good intention 你不可以想著靠你的good intention 去銷售那些東西 我就會這樣說 例如你訪問一些現在很trend 很trendy的 受關注的小眾的題材 不保證你的編曲一定是一個好的報道 正如如果你是銷售一個女性充權的電影 都不一定代表那一套是好的電影 我覺得這一個是很重要的 可能以前我們 因為整個媒體的生態 或者整個電影電視娛樂的生態裡面 其實沒有很多這些東西 所以一到有一套電影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很支持它作為一個群體 因為我們覺得 那個能夠代表我們的聲音比喊見 但是到了現在 因為比較多的時候 我想我們有得選擇 就是我們不可以再麻木支持 那一套說自己是香港電影 或者那一套說自己是姓小仲電影 或者那一套說自己是女性充權的電影 我們就必然有支持 因為這裏那件事可以有很多 如果你是很教科書的 就這樣說一個女性勵志的故事 這個實在就是太差了 我以前訪問過杜琦峯 我覺得都值得說 就是他都罵得對 就是這幾年很多年輕人 很喜歡做一些議題行先的電影 是啊 我也覺得是的 我作為一個讀電影出身的人 就是有些本會倒置了 就是你要拍一個打動人的故事 而不是套一些議題去找一些故事 即那些主角那些要是人來的 就是要打動人的共通性 是超越一些弱勢社群的 來觸碰到人 那裏是好的戲 只有好的戲和壞的戲 只有完整的角色和平面的角色 而沒有那個姓小仲的角色 或者不姓小仲的角色 如果那個同志或者姓小仲是感人的 那我就不會覺得我會標籤他一個同志電影 而他平面就覺得好像一個propaganda 說白一點就是一個propaganda 那我覺得記者有時都很差 那些年輕的記者就很想做一些有意義的報導 但是還沒有掌握到技巧 還沒有真的訪問到受訪者的獨特的人格 那不是一個性小仲接受你訪問 那是一個完整的人接受你的訪問 你能不能夠把他獨特的地方 highlight出來 超越了那個category 那類型呢 那這個是我覺得 其實新聞和藝術都是一樣的 你每個art form都是要真正的 大家追求的東西一樣 下一個問題就是問Vivian 如果你要留在合適的社會時機 才去報導某一些議題的話 會不會過於被擋 那記者是否應該主動倡議一些社會主流的discourse 還有一些比較邊緣的議題 那也跟你剛才剛才說的 因為我自己有很多經驗是 那個時機一到 連女團也是 那個時機一到 我扔那個東西出街 一石擊起千蟲浪 你是事半功倍的 你留一些時間平日去 我自己就會存在很多不同的故事 我平時對這些東西有興趣 我自己就私底下去了解 到那個時機來 你的傳播效率是 真的多很多 我想你上電影都會很明白 你吃正的那條水 真的 我不是一個公里 如果你上那個course 那個議題得到多些人關注 其實你強行推出來是受不了的 如果當時社會很熱烈 在討論其他事情 很忙碌地煩惱其他議題 其實是一個不聰明的做法 就好像2019年 你講性別的時候很難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我覺得這些是 你現在有現在的時機可以推個議題 你不只有一個議題 我十個議題在手 弱勢社群都有 窮人 無家者 性小眾 精神病 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一爆 我一扔出街 那些東西一聲升起來 我覺得很多人還沒掌握這個craft 浪費了點力 很多學生就是 神時卯時又做Coco 我說我做了第十次 每一次對他都是第一次 我想說每一次對他都是第一次 但我們這些教了十幾年的新聞 我見了你很多次 我也有這個感覺 對呀 那我便覺得 其實對Coco也不是好事 但他們是掌握不到一個新的角度 他們又是問回那十幾年 對呀 其實是很高的 我覺得這陣子的性的議題 我覺得是很深厚了 令到他們很有興趣 或者可能比較容易做 我明白 但讀者不是每年都二十歲 我覺得對你不好 如果我訪問你 我一定找一個從來沒有人講過 快點來 快點來 明天有 但我要訪問一些未講過的事情 我沒有知道 我只是想幫一下他們 但我心裏就是找Google去做讀圖書 當然 我們有變的 我們做的事情 有一年是表演 有一年是說話 有一年是沒有找我的 我想這位問問題的人士 我真的很想說一件事 就是不要想到你可以和集體氣氛 這個不聰明 其實我也想推動那個議題 在最適合的時候 譬如我直接說 當時是否盧凱彤自殺 我記得當天 我馬上把自己的情緒病的經歷寫出來 嘩 一聲 是數以萬計的人衝進來 你可不可以 你當時怎樣看醫生 我又說 有人過世已經太遲了 但大家平時怎樣去和有情緒病的人相處 我當時有情緒病 真是點點點 我現在好像很開心 但其實 嘩 那個Reception 這個就是時機 但你說 沒有事沒有幹 我要逼人關注情緒病 其實每天政府都在賣廣告 你沒有感覺 還有現在媒體的平台很圈鬧 特別是變成社交平台的時候 你很多時候需要和其他東西爭一個 其實是 我覺得等待一個好時機 是 電影就沒有辦法 你也很被動 但我覺得做紀錄者 做新聞 如果你可以選擇 發放的時機 這個技巧也很重要 當然我自己有一個 counter的經驗 你說一直以來做一些事情 做不重要 一直以來做一些事情是重要的 就像我剛才一直說到 其實我四年前 甚至乎我2013、14年的時候 15、16年的時候 其實我有做過一個女性的電影節 當然因為沒有錢的關係 一塊錢撕了兩年 我就軟結了 那時候那個氣氛 那個氛圍是很不有勤力的 你做不到的 總之就是做不到的 總之就是 沒有人會來買票 或者買票就是去電影節的人 但其實他們不關心性別 那整件事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聲氣 到可能 那是不是代表沒有聲氣 我就不做呢 那可能我就找辦法 用一些不相元氣的方法 或者我會不會 是因為其他方法不對呢 那我那時候就 但你是倡議者 你不同的 我坐下來想 但我那個也是有受眾 我就是要人買票 我那個倡議都是要人買票 我不是低信 我們聊一下 我想幫你留一個angle 不是啊 我現在可以了 現在可以了 那我之後的經歷就是 過了幾年之後 我一直都在想 是否那個方法不對 是否達到我想達到的人 或者是否只達到一些很狹窄的人 那我就想了幾年 那就很好遊行 有女人接這個契機 那我們就 用一個藝術文化 接的藝術文化 或者生活 Well-being Self-care 那時候開始有Self-care 大家提倡Self-care 你是Ride-on 有些浪 升起來 你去說 甚至我覺得大家 譬如那時候 大叔的外好謙 你出來罵大叔 都可以 是啊 都是借了個人的 大家知道會聽的嘛 就是你過了 過了不聽 你就用了那些人聽到的字 那當然 你說 我那時候 一開始做女人接 雖然我Ride-on Self-care Self-love 那樣東西的時候 是不是都很受歡迎 不是的 就是你求別人去訪問你是很辛苦的 那時候 之前可能都是很小的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有的朋友 但是你一直繼續做 其實我會說 那都不是想像中的無力 可能因為我們是搞手 而會是工作者 就是別人出糧的一個 可能比較受制於一些低度的狀態 但是做了幾年之後 發覺原來我們做的事是有一個改變的 但是只不過那個改變是很後來才出現 就是你會過多幾年就發覺 原來那些人經歷了我們做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被引起我們做的事情 其實過了幾年他會有辦法去討論 或者回到那些事情 或者走出來就說 我那時候聽到你 不知道是誰的談話 其實OK 之後就可能有一些人去做一些報道 或者他設定了自己的某一個事業 但是就 保持了OK 但是我覺得 都是留意一下 其實原來 有很多時候 不是你那樣東西不銷售 你是找不到別人聽到你說的方法 這個我自己的感受很深 很多社會事件發生 無論是慘劇也好 或者一些事件發生了 其實只要你善思爺 你要反應夠快 大家的接觸是很好的 因為你看到路海和王興生 大家很不開心 也會知道 又會想起身邊的人有情緒病 他們說我自己出來 我自己作為一個比較正面的 亦是真的 我怎樣捱過了那些日子 後來現在 沒有跳下去 沒有跳樓 大家是很安撫了他們的失落 所以這個敏感度 我覺得尤其是這些NGO 要快一點 反應快一點 今天事實關係 最後一條問題 有人說 各位都表達過 認為媒體在報導 性別小眾群體的時候 應該都放大他們和信性別者相同之處 如何處理這件事和新聞價值之間的矛盾 或者這個矛盾是否存在 即是要探討 我想舉一個跟性別小眾無關 但一個很好的例子 有個媽媽 當時兒子是智障的 要爭取一個牙科 因為看牙醫 智障人士會踢來踢去 所以牙都爛了 政府出了一個牙科 特別訓練醫護人員 可以幫他們看牙 聽上去你都不想寫 我又覺得幾好 但你怎樣一條題 我聽到這個媽媽 在相機說 兒子的牙齒爛了 整個吸血僵屍 式魔 到他做好牙齒就好 以前坐巴士 只敢坐巴士 不敢坐地鐵 因為面對面坐 我幫他做了一個叫巴士媽媽 因為全香港人都坐巴士的 不是坐地鐵 你會說到2000年 還有個媽媽 會因為兒子得不到醫療 牙爛了 不敢帶他坐地鐵 這種羞恥 這個物質是找一些 Gimmick 但不是真實的 你轉了他 他以後就叫巴士媽媽 就把他只能帶兒子坐巴士 highlight出來 這個就是採訪完 再找對的element 再轉化 而巴士媽媽和我都覺得 我是很幫助他整個個案 亦都是真實的 這個就是 吳獵奇之下 你如何透過一個很深度的採訪 找到一些大家覺得有新意的東西 但又不是消費了別人的假的東西 這個就是一個 硬工夫很辛苦 我很高級的這個技巧 聽到也很高級 今天講座之前 四個嘉賓有沒有什麼部分 想補充 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真的非常多 多謝大家 我們今天的講座差不多 要去到微星 希望今天參加講座的人 都真的可以得到一些啟發 就是想回 究竟性別小眾和媒體之間 是有什麼關係 是怎麼九角呢 又或者是媒體 怎樣可以理想一些 去呈現到一些性別小眾 我想今天這麼多嘉賓的分享 都很幫到手 最後就是如果你對於 性別小眾媒體報道指引 又或者是五夜男 是有興趣的話 我們在這個 完結之後 其實是會有一個screen 上面有QR Code 有我們五夜男的不同的社交平台 另外五夜男在今年 是會有一個出版的 就是一本關於香港男性性工作者的 一個口述的故事 就會在今年出版 有興趣就可以追蹤我們 去看看有沒有一些新的消息 有時候就好好關注一下 最後就是 最後一次多謝這麼多嘉賓 還有參加這個港台的觀眾 非常多謝大家 希望下次五夜男的活動 有沒有批評的聲音 沒有啊 好啊 下次見到大家 拜拜 拜拜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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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